圆绝经 圆绝经的大 这个经题 如果从你们的讲义 在这个结构法 这张结构法的在第十二位右边 你们从倒数第二 护法菩萨到 闲善守菩萨有没有看到 闲善守菩萨他云合奉持 他说这一部经 会有 怎么样有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吗 他说这部经 你有根气 顿根就是很立的 立根气的人众生 从此可以开悟 那也可以因为这部经而设化 让建修一切众生 都能够依此而修行 另外呢 听闻这部经的经名 所以我今天跟经名 讲给听 大家听 听完 你能够听到一句经的名字 跟一句记字 圣七宝不失 所以你们说 我最起码今天我那么听得懂 我把经名搞清楚 大方广 圆觉 修多罗 了义经 你把它画起来 大 当然就是广大 方 是实方 广 代表了无边 又广大 又实方 又无边 形容都是一件事 就是 你说它是无尽无边吧 的 圆觉 圆觉 圆满的觉性 圆满觉性 圆满 我们 圆照 圆满的去觉照它 我们都是偏见 我们都偏颇的去观察一件事 我们并没有全面的去观照 整个圆满的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用偏颇 但是它是要圆 要圆满 绝性 修多罗 代表的是 经脏 经典 了义的一部经典 明白 用简单的说 广大 十方 无边 圆满的觉性 能够让我们 深入了义 就近了义的 一部经典 那你们如果听懂了 哇 那你们今天就功德无量了 它是呢 唐朝 佛陀多罗 这位比丘 北印度人 那现在在这个地 它在白马寺翻译的 那这个人呢 被称为雪广道高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在 注解版里面 我这次因为是用的是 憨山大师的版本 然后他呢 憨山大师呢 各位都知道 他 也是被称为 跟 莲池大师 欧义大师 子伯大师 四位称为 明朝的四大高僧 所以呢 这个也可以大家 知道一下 好 这部经的重要是 唐宋 明朝以来 它影响了 在这个教 这个 所谓的 宗派上 他对这个华言宗 就是教理方面的 影响了华言系统 天台系统 这个华言的天台 一个讲一针法界 一个一念三千 都是一个圆顿的法门 那禅 在禅宗 它影响了禅宗 因为呢 里面 包括讲 只观禅挪 他怎么样 在修行者而言 在禅修的人 他怎么样 远离禅病 所以这部经 我也在禅堂 跟我们的禅堂的法师 上过这部经的课程 因为 感觉到 他这部经的 他是 在禅教方面 是非常融合的 而且都有提到 都对我们 一个修行者 哪些弊病 会产生什么样的禅病 都有提到 所以 我觉得 这个是很值得 去深入的 那讲者 就是佛陀了 那他的对象 是大菩萨 各位如果说 老师要讲 什么样的程度 他要先看 学生 是有什么需要 那今天 佛陀 他是要对 他这些大菩萨 来讲这部经 大菩萨在哪里 听这部经 你一听 你就觉得 这部经 有多么难讲 他们是在 于神通 大光明藏 长极光净土 三昧正寿 听闻此经 也就是说 大家都在定中 听这部经 所以 你就可以想象 这部经 有多么的 不容易讲 然后修行 他的内容 就有两大方向 一个叫做 成佛的因 你想不想成佛 我们都任何都想 你看 维摩大士 他跟文殊菩萨 他们的对话 也是 到底文殊菩萨 你维摩大士 怎么样成佛 这个是大菩萨 问佛陀 你过去 无始劫来 你能够 可以告诉我们 成佛的正因 你对的 这个对的因下去 对的种子下去 所以呢 那个种子 那个因的 还有那个法 法门是什么 你修行的法门 是什么 然后呢 这十二位菩萨 一个一个出场 都各有特色 我为什么把 这十二位菩萨 都列出来 他们很犀利的问题 他们问的 都是一针见血 都曾经是我们 可能在修行 很认真的 在反问自己的 很多的问题 那么他的铺陈 是有 有他的 我觉得从十二位 菩萨的铺陈上 就已经是一个 剑刺的修行 第一个出场的是 文殊菩萨 你可以看出 学佛的契入 一定是从智慧门 一定是 一定是要 要破我们的迷信 因为我们人 是活在迷惑当中 所以智能破 智慧能破 我们的迷惑 所以学佛 如果你家人 说你都在迷信 你要告诉他 真正破除迷信的宗教 就是佛教 能够破除迷信的宗教 我们不要 迷迷糊糊的 活在这个人世间 我要活得清清楚楚 我不要让自己 活得迷糊的 就是从佛教下手 第一位出场的 文殊菩萨 他就是智慧第一 他告诉我们 他也点出了 智慧能成就 因为能够 消我们过去累劫的 这些颠倒响 所以这个也都是 文殊菩萨第一位出场 但是你说有智慧 你没有实践 你有理 没有事的缘容 没有办法成就的 你说要慈悲 我就慈悲不来 你说不忍众生苦 我每天还是觉得 哎呀 山增还会比较好 总是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 从知道到做到 他永远就是一段距离 这是普贤菩萨的实践 他就是道道地地的 我们要去身体力行 然后普眼菩萨 我要去身体力行 我有足够的 我有足够的能力吗 所以他有所谓的 普眼菩萨的出现 我今天有智慧 我要去力行 我要有各种的法门 普眼 我从这个角度 为什么牵手牵眼 因为这个角度 我可能看到的 还不是完整 金刚上菩萨 他就金刚不坏 不为外所动 你在从此岸到彼岸 你能够坚持看到 永远看的目标 中间不会被 种种的诱因 掌声虚声 而受到影响吗 这个你在一直到成佛 你都要像金刚上菩萨的 不为所动 然后弥勒菩萨 你如果能够到 金刚上菩萨这样的程度 哇你 成佛有份了 当来下身 这个成佛有份了 然后呢 你已经具足这样的条件 你还要如清净会菩萨 能够具有清净的智慧 你开始展开 展开你所面对的 种种的人事物 你每一件事 每一道功课来到你面前 你能不能还有具足那种 道德圆满 威德自在 一个人的德恨 一个人的修 那个我们讲密恨 我有一天啊 就跟我们家法师在聊 我们几位宗长 师父就不用说 师父是累积以来 他真的是佛在来的 那我们今天看 从定和尚 有没有 师父平和尚 平和尚 当然大家有的就不认识 但是呢 到定和尚 可能大家就熟了 到了这个培和尚 到饱和尚 我有一天啊 我突然间就发现 他们能够做到 佛光山的宗长 都必然有其密恨 那据我知道的 据我知道的 我都没有告诉过他们 但是我据我知道 定和尚 那种广洁善缘 勤劳 再怎么辛苦 好 我去我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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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都满大家的愿 他愿意付出奉献来满很多人 大家的愿 定和尚 现在都OK OK 那他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曾经有一个法师 他说跟他是同一起佛学院的 一字辈的 他们在讲 那时候开山非常的辛苦 大悲殿 你们知道大悲殿 一尊一尊的观音菩萨要放上去 同学呢就要出坡 是每一次呢 这次可能放到二层楼 明天要放三层楼 那明天同学又要再出坡 可是每次呢 早上起来就发现 昨天明明在二层楼的观音 怎么过了一个晚上 已经到了第四层楼 观音自己爬上去的吗 于是呢 到了第三天 第四他们就很诡异 就同学就偷偷暗中的爬起来 看半夜观音是自己怎么爬上去的 后来呢 发现原来定和尚 不忍心同学 同样的是同学 出坡要很辛苦 他就半夜爬起来 把一尊一尊菩萨放上去 明天同学就可以少做一点 所以他能够做到中掌 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们先给定和尚掌声一下 到了那个陪和尚的时候 我觉得陪和尚 他简直是那一年 当选宗长的 佛黄山最黑的一匹黑马 年轻四十岁 从纠察 还是山上的纠察 佛学院的老师 他就突然间 变成佛黄山的宗长 我就会来细细的思量 一定有他的迷恨 一定有在研究 他的秘恨是什么 就发现他 无漏 无漏 亲近 他的身口意的亲近 他不会从他口中说出一件恶语 然后他的亲近 因为当纠察 也当然有这种 他的这种马上 觉察力很强 所以他的无漏 带来了很大的功德 我为什么讲 威德自在会提到他们几位 到了宝和尚 宝和尚 宝和尚就这么样的 我们常常说好像 非常的像清风一样的 那么样的自在 那么样的平常 我常说好像一个禅师 他的命恨是什么 我一定都要去探听 探听他是修什么的 然后据说 他以前你们都在美国 希莱斯做了好几十年的 从执事一直上来 然后做希莱斯的助持 据说他是怎么样 他的短褂 穿在下一件就是围兜 围兜在外面一件 就是长衫 长衫在外一件 就是黄海青 红组衣 所以呢他煮法完之后 就做完了法会 大家法喜充满 他下来就抽衣 就换长衫 就去送客人 侧人走了 信徒走了 他就把长衫换 脱掉 就变围兜 开始搬桌椅 希莱斯的垃圾 始终都有他一份 他一定去清垃圾 清人家不要的 然后整理 擦桌椅 排桌子 这位助持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 道在生活中 一定都在生活中 去养成他的 威德自在菩萨 是他的道德圆满 绝对是 有他 你看不到的 他绝对有他 背后修持的 那个公恨 然后呢 便因菩萨 到了一定的 具足 他的道德圆满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便因菩萨 法因 便才无碍 他能够 因为他有理 有事的圆容 所以我们保护上 每天 一两句话 大家觉得 好入心 就是这样子 慢慢 他有生活的实践 然后呢 进驻业障菩萨 他就想 过去 我们现在慢慢的修 可是要不要对 过去慢慢的聊 过去所造的业 我要慢慢的 还是要面对啊 对不对 我们会不会有很多 难面对的功课 也会耶 过去我们 造下了多少的 无始劫来 的无知无明 造下多少的业因 我们要不要去 一一的去消化 我们要承受 但是同样的 这个进驻业障菩萨 也就等同 我们希望一切众生 也都能够 在面对自己的业力 也都能够得到亲近 普觉菩萨 就到了等觉了 到原觉菩萨 妙觉了 就成佛了 你说成佛之后 到了 怎么又到第十二尊 还有一个闲善守菩萨 跑出来 我就想这十二尊 等到你成佛 你说我就不用做事了吗 我都纳良纳良 我做终长就happy了吗 没有 还是一样 诸儿莫作 众善奉行 还是要行三好 四给五合 就这么样的朴素 就是这么样的朴素 还是回到每天的生活 就像金刚经里面 已经成佛的佛陀 还是一样 在城中 然后呢 去起石 回来 还是要把小洗一洗 然后呢 盘起腿来 开始为弟子上课 就这么样的朴素 所以我们现在就该开始看 菩萨问了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就配合的原文 我想这部经 你如果能够先把 他问了什么问题 然后佛陀怎么回答 这两件事 弄清楚就好 然后里面很多的形容 你就可以慢慢就 这句话我好喜欢 你就把它拿来用 第一个问题 文殊菩萨就问 他说 佛陀啊 怎么样 如来因地发心 依何为法 就是修何等形 而能够成佛 第一个问题问 如来 佛陀你因地 是怎么发心 你是怎么样 你是修了什么样的方法 然后能够成佛 第二个问题 如果菩萨 现在对象都是菩萨 菩萨如何在大乘中 能够得到正确的知见 也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发心 一年级的菩萨 二年级的菩萨 我在行菩萨道当中 也会侃侃格科 也会有一些 好累哦 众生难度 算了 自己顾自己 你菩萨过疆 算了算了 众生事不要再管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这样的话叫自我放弃 而那个时候 所有的 如果说行于飞道 是为通向佛道 那个难 就是你成佛的地方 你又放弃 你自己成佛的机会了 所以现在面对说 那怎么样 在大乘当中的修行 我还能够保有正见 不会偏颇 那佛陀就说了 好 那我们来看 如果想要成佛 我用下一个 想要成佛 要依原觉修法 来这边 你看哦 来我们先看原文 我们先看 佛的回答 一切如来本起因地 皆因原造清净绝相 永断无明 方成佛道 就是说你要先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本自具足的那个原 大原满觉的那个原觉自信 本自具足的湛染本性 就刚才三十系念里面的湛染本性 本自具足再胜不增 再凡不减的那个佛性 你要知道你是有的 所以他说你一切你要记得你有 一 你有本来就有这个清净绝相 你本来 只是你要永断那个无明 因为你被那个无明带的团团转 带的团转转是什么呢 好 我们看连续剧 有没有爱追剧的人 有 就是被连续剧带的团团转 就想说 哎呀 不到这里 然后呢 又过来呢 快去救啦 现在没有去借了 好像就是 不是录影带了 我现在就只有网路上 赶快再看下一集 再看下一集 就是这样被带的团团转 人生如此 人生如此 在那个无明 无始劫来带着团团转的我们 就一直想在追 一直在追 还有嘞 然后呢 他还欠我 怎么还没还我 好 看着办好了 我看到他 我就修理他一顿 你还在那个转里面 还在那个漩涡里面 还在漩涡里面的我们 怎么会看到 你这种朗朗清静的 没有打破那个窗子 打开那个大门 外面是虚空一片 你还在那个一层楼 二层楼 还在那边爬 爬得 喘呼呼的 觉得世界怎么那么苦 我现在看 我们如果说 永断无明 好了 现在就到第二个 是很关键 他说呢 依那个 原诀 这个 原照 原照清静觉相 然后呢 他一直说 我们要随时要观照 我们念头来来去去 随他来随他去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 不用再去打一个妄想 说我要把我的念头去掉 你也不要说 我不要烦恼 我不要烦恼 没关系 你就去把你烦恼弄清楚 无明 什么叫永断无明 原来天啊 我们都把四大 当成这个四大的色身 地水火风 当成是我 六成原影 的心 身跟心 都当成是我了 哇 这是最大的误会 因为 如果我知道 我以为这个色身是我 那我有一天 如果走了 我多么舍不得啊 这个色身 没有怎么重 没有怎么重 我这把体 我没有办法活了 我们就想 你要想我钱错 你要看我钱错 我说这是我们的 舅舅的一间厨 这间厨不是人 不是我 这个很灵敏的 这个仪器 这个机器 有住在这个仪器里面 我们就住这个房子里面 但它不是你啦 你要看我钱错啦 六成原影是什么意思 六成原影 这四个字 我用一个礼拜 我用一个礼拜 处处在观察六成原影 我最近为了讲原觉机呢 处处来 跟 成 事 所构成的 所有的心理状态 它变成了一个 等一下我们都还会再讲到 物理跟心理现象 所产生的影像 我们今天心情很 好像说 糟透了 今天 这个谁谁谁 说了我一个什么 然后呢 让我对上司 对我的一个批评 我今天非常糟糕 非常不舒服 那你就活在那个语言 六根 根就六根嘛 你听到了嘛 你看到 看到那个人 也许 对你不屑的眼神 或者是听到 别人对你不利的语言 我们见那个根 六根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念 就产生 跟外境 色 身 香 味 触法 产生的六成 这个 我们想说 这六事 眼事 就产生的 那个眼事 事 意识的事 不得了 意识的事 会产生很多东西出来 比如说 你曾经被蛇咬 你现在看掉绳子 你会吓一跳 你会把绳子当成蛇 那是因为你眼根 看到外城 跟你四田 曾经里面 被蛇咬的 那个产生的作用 产生了六成的圆影 像影子一样 可是呢 那个圆 带动了你 产生了 一个一个又一个的世界 让你陷在这其中 恐慌 害怕 或者当然 充满了喜悦 我给你探到 这个爱国奖券赚了多少钱 或者 你可能会期待 我可以赚了 最后给他 六盒彩 马上 这个 能够抽到什么 几号 这些都会让你 一直活生生的日子 都在六成圆影里面转 都在里面打转 让你没有办法出离 去打开那个世界 打开那个窗 打开那扇门说 原来这是一个虚空 我们在虚空中 而我并没有看到这个虚空 我却都看到这个 一切的影像 我以为这些都 每天都 不要去看连续剧 你人生的连续剧 就够你忙的 真的够我们忙的 孩子的问题 孙子的 这个婆媳之间 另外一半 怎么样 每一天 层出不穷的 还能够让我们 有闲下的心 去让自己 又睡着呢 还要去看连续剧 哎呦 还要去看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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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为什么心那么疲惫 你们可以知道 为什么心那么疲惫吗 所以说 我被休憩一下 别吵啊 其实不是的 那个疲惫的心 是你被六成援影 带着团团转 我们怎么不累呢 所以什么叫 贤 心贤 使是贤 你心里头 有一个贤情意志 就是啊 所以看什么都很好 你心空出来了 空出来了 你就可以看到别人 欣赏别人 所以你就不会活在自己的世界 那个心要把它空出一点空间 去看看身边的 你给自己心 所以有什么叫做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其实你说追剧也是贪 要人家过来呢 要好人 有得到好报吗 要派人有得到惩罚吗 你就从里面 哇 就得到痛快 这样让人抓去 那我们其实也就在生活当中 很多的不平 得到一点点好像安慰 所以我们再来看 那什么叫做正确的知见 知是空花 我们现在就看了 知道 我们就好 无名的颠倒就是明嘛 对不对 没有不明白的 那就是明白 那你要明白什么 我要明白 你要具备什么叫正确的知见 第一个 见空中花 知道是不实在的 那是你颠倒所见 你就不要再轮转 更不要在不实的身心上 跟着生死 这句话 如果你今天听懂了 我告诉各位 你会得到很大的解脱 我再说一遍 你能够不在此 不实的身心上 不跟着生死 来 我们的色身会不会败坏 色身败坏就等于你死了吗 色身是色身 住在色身的这个主人 是不死的 如果你以为 你只是看着他 你只是看着从他 年轻貌美 到你的中年 到你苍老 到你现在 他一直在变化 他一直在变化 他只是借你住的房子 你看懂了吗 他会有一天会离开你 因为他是会回归到尘土 因为他是地水火风 他是固体一体气体温度 你回到了一切的物质 他会回归到大地 他不是你 所以他有一天 你说这个色身不能用的时候 你会跟着他去吗 不会的 不会的 因为你 不会在此 不实的身心上 跟着生死 不实的 因为他是变化的 不实在的 他是暂时有的 所以叫做不实 不实在的 身 色身 心 也是一样啊 你的心理状态 你的 这个生理跟你的 这个我们讲说 生理的变化 还有你产生的 嗜甜的 心理的情绪 每天好好快快 快快乐乐 恩怨情愁 每天这里不高兴 突然间都很高兴 然后就这样子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的心情 你如果跟着这样去生死 哇 那真的累 你就会真的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再来啊 我们人 守着家人 甚至老了 担心我的孩子 牵挂我的孙子 也因为 无限的牵挂 我们没有办法解脱 我现在都好希望大家 把生命无始节来 生死生死的这个记忆 再换回来 把它唤醒 我们 你相不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历经过 很多次跟别人的爱别离 我们都历经过无数次的跟亲人的道别 甚至也历经过无限无数次的 生离死别 然后呢 如果今天我们这样走到现在 我们如果今天还希望 他走了 我们把他拉回来吗 就像每次我们去参加告别式 你就会感觉到 如果你今天是带着悲伤 而说 哎呀 你怎么就离开我们 那是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 自私 不愿意 舍不得 那么我们如果站在他的立场 他拖着病痛的色身 他拖着一日 生不如死的一天 你不觉得你这样叫他留下来 不是太残酷了吗 你不觉得 让他换一个 这个身体 让他住一个好房子 你不觉得这样会对他比较好一点吗 如果我们这样讲 甚至如果你能够再正超然一点 如果今天他旅行的地方 能够再去一个更美的 更庄严的 一所学校 让他能够得到进修的机会 能够更得到他解脱自在的智慧的机会 进修的这种姻缘 你为什么不祝福他 他今天要移民到一个这么好的学校去 那为什么我们要站在立场 去做悲伤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看 如果今天同样的 我们理解身心 不实的身心 这个不实的 不实在的身心 我们还要跟着去生死 哎呀你别去哦 你别去那边 有一天你要走 你如果要走 你要不要想走得潇洒 走得放心 放下 放松 放轻松 了无挂碍 所作皆伴 你现在每天眼睛闭起来都觉得 所作皆伴 过来孩子有孩子的缘 我能给他们都给了 我还能怎么样 你就要每天就想 我都所作皆伴 有一天撒手归去的时候 真的就叫 即经修去便修去 莫到了时 无了时 你还要多久来千禅自己呢 所以不要跟着不实的身心上 跟着生死 你就不会再就轮转了 发心 再来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说那你怎么样 在大乘当中得正之正 就是大乘菩萨要发清净心 明白 圆绝自信 本来清净 你就是遇到烦恼的时候 我就是在困惑当中 没关系 就好好的面对这个烦恼 把它看清楚 但是你不会因为烦恼 而失去的那个决心 因为 因为我们从 不觉到终于始觉 从我知道 我不知道过去 这个醉生梦死 我现在开始要开始 好好的去觉照 我自己每一天的日子 始觉到 我开始迈向 原觉的每一步入 我突然发现 本自俱足 本觉 我们本来都有 现在我面对的 这一层烦恼 我就一层一层的剥落 一层层的剥落 就朗朗的清醒 这真的是 海阔天空的世界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们在烦恼当中 不要忘了 你觉性没有减少 你还是有那个 佛性在的 只是那个 你只是觉察 你那个烦恼的因在哪里 你被什么困住了 被什么那个砍 走不过去 你就好好地关照 从这里你可以发现 自己很多的盲点 也可以从这里发现 原来我多么在意 原来我那个贪心还有 原来我太明利心了 我太在意别人给我的眼光 我太在意别人看到的是什么 所以那里面都讲出 我自己原来 对自己的不够了解 看到自己的 不是很笃定的 我本质具足 我有的那个佛性的 那种自信 教性 我觉得那个 就是慢慢的 你可以从烦恼当中去察觉 那都不怕的 所以各位 本质 何其自信 本质清静 在六主谈经 本质具足 本不生灭 能生万法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个是轮回的根本 就是你从哪里生出 无生中 而生有 那个三十系内 前面那段 就是这样子 这个 你看 生而无生 法性占然 无生而生 业果俨然 所以生者 即众生生灭之机也 为无生者 即诸佛 即灭之本也 能够看到 无生的世界 虚空啊 哪有一个生灭啊 是 一个智者 看到的世界 可是凡夫 看到的是 生灭的世界 这两句话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到的 生灭的世界 昨天很悲伤 今天很快乐 我们都在生灭当中 可是生灭的背后 是来自于 无生的世界 是一个虚空的世界 是一个虚空的世界 才能够万有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今天 如果再简单的说 我们如果要成佛 简单的恶要说 我们如果要成佛 我们要先断无名 那如果我们要断无名 我们要清楚 无名的原因 是我们把色身的四大 跟六成圆影的心 身跟心都当成是我了 误会了 我把那当成是我 事实上不是的 我知道了 现在空中花 知道是不实的 什么叫空中花 这个经典里面讲 很多的换来换去 换化无常的空中花 空中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有没有得过白内障的人 白内障看到这个空间都是补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也试试看 你说你突然间把内障 把他是不是 把他 这医生他动个手术 看起来哇 就看到了 对不对 那你说 这个世界变亮了 不是这个世界变亮了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 是你的眼睛 因为生病了 所以看到就是补补的 乌乌的 同样的 你眼睛揉一揉 揉一揉 哦 满天花 满天星斗 那个晕眩 就满天星星的感觉 然后就晕倒了 就是满天星 那你不能说 好的时候说 诶 星星到哪里去了 星星本来就没有嘛 是因为你病好了 你看不到没有星星嘛 本来没有嘛 所以我们就在空中 有幻化出一片的花 然后呢 眼睛好了 突然间 啊花去哪里 没有所谓的花灭 没有 花没有灭 本来不生 是因为你的眼睛 生病了 你看到有这个花 你病好了 眼睛亮了 本来就没有这个花 你不能说有一个灭 因为本来无生 怎么会有一个灭呢 我在讲这一段 如果你们再去想 然后呢 好 我们就很快 看到第二个菩萨出现 菩萨呢 叫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问的问题 你看哦 他说 好 那佛陀 你既然跟我们说 这个空中花 是不实的 都是颠倒所见 那么如果所见的是幻 幻化的幻 那么如果这样说 能知的身心 能知这个身心是幻 那如何以幻来修幻呢 菩萨 你也太犀利了吧 你再看哦 如果你所知的幻 既然寂灭 这个幻 这个幻处的这花 空中花 你说空本无花 是你的眼睛生病了 所以呢 你既然说 所知之幻既灭 能知之幻异灭 本来就没有 那能所皆灭 即则无有心 那谁来修行呢 然后第三个 这个更绝了 他说如果佛陀 如果诸众生 诸有众生 不假修行 不好好的修行 在生死中 长居幻化 那妄想心 去怎么解脱呢 菩萨厉害吧 我们要不要 给这菩萨掌声一下 你会问出 各位你会问出 这么犀利的问题吗 哎呀 我觉得太厉害了 佛陀你跟我讲 这色圣是假的 我还要看着他 我还要吃饭吗 我就不要吃饭了 他是假的 我干嘛养一个假的 暂时有的一个房子 那他存在是什么意涵 他存在的意涵是什么 那如果我不借他来修 就说好 那既然这色圣 那我们就不要修了 我们就不要修了 因为反正都是幻化的 还修什么 那如果不要修的话 那无始节来的 这些还没解脱的 那到底谁去修行呢 白话就是这样讲 然后呢 来我们看佛陀怎么说 没有错 佛陀说这色圣 四大是假和 是暂时有 这是灵件组合而成的 不妨以众生 以生幻性 就是以 我们呢 这个 我们看下一个 以幻来修幻 用白话说 比较快一点 在经文里面有一个 以气出气 这个气是一个 你们如果有木工 有做过木工就知道 我现在呢 这边有一个 卡在那边的 里面有一个 碎的那个木头好了 那我要把这个木头 腐朽的木头 我怕这个房子会 会朽掉 所以我要把那里面的 朽的木头呢 换掉 我必须要 把一个好的木头 推进去 才能把那个 朽到木头 再推出来 就好像如果今天 要把这个钉子 推出来 我要 钉进一个东西 把那个钉子 再推出来 你们懂意思吗 以气来出气 以幻来修幻 你 你今天这个色圣 是没有错的 诶 这个色圣 能不能让你悟呢 可以啊 它越到 你可以悟到元启法 这个色圣 是地水火风 零件组合而成就的 一个世界 我们说 我们 我们有人形容说 这个身体 也就像一个 大千世界一样 有细胞 有没有 然后有 血液 如果你是说 哇 就慢慢的围观的世界 它一直在变化 有没有 那它也是一个元启 它很多零件组合 它有很多很多 很多的条件组合而成 其实我们的身体 很精密的 我后来想 也难怪会生病 我们太不了解它 它精密到 精密到什么程度呢 精密到 我们如果说 好 你肠胃不太好 跟你的心 有连结上的关系 因为肠跟心 是连在一起 好 大脑的精密到什么程度呢 你眼睛所看到的 有一个 一面镜子 大脑里面有 透过眼根 它会模仿 它摄入到 你的大脑里头 存入在里面 然后它会模仿出 你身边的一些人的 行为跟动作 或语言 就像小孩子 它爸爸妈妈 是什么 是什么 它很精密的 所以我们对它 太不了解了 我们当 我们开始去理解了 说 哦 这个色身 它是幻化的 那我们何不就 这个幻化的色身 让我们去参个 究竟可不可以 既然我们 在这个幻化的 借住的房子 那我们就把 这个借住房子 参 把它参一参 就像 就像维摩大师 生病的 能不能说法 还是能说法 我告诉你 来来来 你快点看 我这里色身 是无常的 是无强的 是缘起的 是很多条件 组合而成的 所以这个世间 哪有一个什么 独一不二的 独一不变的 它会一直变化 它会很多的条件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 都是缘起的世界 你不要太执着 有一天色身 不能住 你也要放下 因为它只是 借你住的 你就从这里面 去参 去捂 修到诸幻静灭的时候 决心不动 那个不灭的 不入断面 我现在试着 你们把眼睛 先闭起来 我们就深呼吸 你们在深呼吸当中呢 现在 在听着 我现在的讲话 你们现在听到的 有听到声音的 请举手 好 我们放下来 我现在不讲话 好 好 眼睛打开 你们会认为 我刚才不讲话 是你没有听到声音 还是你听到 静 还是听 对不对 你还是听 能听的耳根 知道动 就是我在说话 也知道静 因为我不说话 能知那个动 跟能知那个静 而你的 你不入 你不随的动静 而生灭 这就是我们要修的 你看这样体验 可以明白吗 那个所谓的 决心不动 你能知 能朗朗的 清楚的分明 明明白白的 你不会随着 那个动向 也不会随着 那个镜像 而随着 生灭而生灭 你决心不动 那个不入断灭的 那个就是 我们在修的 那个东西 是我们的绝招 圆绝自信 所以 这后面第三点 是这一步 如果你要我 用八个字来说 就是这八个字 最核心的话 知患 疾离 罹患 疾绝 知道这是一个 幻化的世界 房子 借我们住 也是暂时的 人与人之间 再亲的人 也是暂时的 在恩爱的夫妻 在疼爱的子女 也都有一天 会各自分离 各走各的路 那么那个会分的 会灭的 会聚的 会散的 有生灭的 而你 只是清清楚楚的了解 他的来 他的去 你清清楚楚的 决心不动 烦恼来的时候 你也看着他 你不要说 我不要烦恼 我不要烦恼 你不要说 我不要烦恼 因为他已经 跑到你面前来了 你就如实的 看着他 烦恼走的时候 就随他而去 你也清清楚楚的 就是您知道 那个 能有生灭的 那些来来去去的 都是课程 在经典里面 叫客人 客人会来去 烦恼也是如从 课程一样 会来去 不住 他不会常住的 他是来去的 所以随他来 来者随他来 去者随他去 骂你一句话 随他来 就像风一样 就随他去 自在就在这里啊 你的自在 就在这里产生 决心不动 你就看着这个世间 知幻 你知道他是幻化 那是连续句 然后 那一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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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到这样 没关系 知幻 你不住 吉利就不住 你不要 你不要再 还过来呢 好人 有好结果吗 你不要再去追了 你再追 你就跟着去生命了 你不要再去追了 你如实的知 这个世间 就是这样子 要演戏给我们看 知幻 罹患即灵 罹患即觉 你不住在那个幻化上 你当下就是决心不动 你那个绝照的性 所以什么 常觉 如果常觉 就不会 就不会有烦恼 对不对 常常的绝照就不会 有烦恼 我们 讲到这里 如果你能够明白 其实整部经 最核心的 我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觉得最核心的 在第一位菩萨 跟第二菩萨 已经都把这部核心 经缘 最核心 都在这里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 动的时候 知道动 进来的时候 知道进 能知动静的 那个不在动静上 就是刚刚我在给大家试的 你听到我的声音 或者你听到 我没有声音的 镜像 跟动像 你不住在那个动静上 听到有声 听到没有声 你不是没有听到 你是有听到 没有声音 动跟镜像 清清楚楚 此时念头没有动过 动静二相 了然不生 观世音菩萨 就是在修这个耳根圆通 就在这里修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 如果能够懂这个部分 你再去看认言经 会很多看得懂 好 再看往下走 菩营菩萨 那菩萨 应该怎么正确思维呢 该怎么安住呢 怎么样才能开悟呢 前面佛陀不是说 那你就借假修身吗 那我们就是要知道 常常要知幻即理 离幻即觉 那菩萨 那菩萨问说 那我们怎么样 正确的思维呢 我们要安住在哪里呢 对不对 那你平常的心 你要放在哪里 对不对 那你说 这幻化的世界 我心里是要放在哪里 我们刚开始在练习 我们总是要练习 让自己放在对的地方 对的思维上 那怎么样才能 让我们早点开悟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好 我们来看佛陀怎么说 第一个 我们把心呢 专一 所以在这里面讲 止观 这个禅挪 修止 修止就是 止观的止 这个止就好像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呢 长期来说 我们这个 就像一个杯子 很多里面的杂质 水一杯 杂 可能一堆累积 沉淀了多少的尘埃 烦恼 那我们现在呢 一直去 我烦恼在哪里 在哪里 然后一直咬 就是那个 想搅拌 一直搅拌它 但是止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要再热了 你不要再搅拌了 你就 你就停下来吧 你先停下来 什么都不要再 不要改自己说 我不要烦恼 我不要烦恼 你也拜托 你先休息一下 所以狂心顿邪 邪及菩提 你狂心 止息下来 坚持切 你让自己先身心 为什么要先静坐 各位 如果各位每天 都能给自己 哪怕十分钟 其实一个人 一天十分钟是不够 你要二十分钟吧 先沉淀下来 独处 安静 你需要的 我们是需要安静的 然后呢 沉淀下来 二十分钟就好 哪怕十五分钟就好 然后呢 你就开始思维 观四大甲合 是零件 远离这堆零件 我是这个色身吗 你又开始想 然后呢 哇 这一段呢 我好喜欢 我每次读到这一段 就打坐了 在打坐当中 我就一个一个去观 他说 思维什么 法 头发 毛 爪 爪 屎 皮 肉 筋骨 水 脑 构色 皆归于地 你就一条条拆解 一条条拆解 你去看那个经文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第几页 那我 这个我是 不好意思 你们会去看 然后 然后脱涕浓血 金叶 淹 淡 泪 精气 大小便利 皆归于水 一个一个归 归纳 我们叫归纳法 然后呢 暖气 暖 身体会不会暖和 我们都大概 三十六度 如果你体温过低 医生说 那不行哦 你的循环太差哦 这个 暖气归火 动转归风 然后呢 四大各离 四大分解的时候啊 金者望身 当在何处 我每次读到这句话 哇 我那时候 我打坐 我就 关照着我的色身 这个比 白骨关还 还快 让你很快的洞察 拆解了你 一条一条 一块一块的灵件 你还会迷惑一个美女吗 你还会看到一个 很在意 哇 哇 我老啊 是没有怎么从 不会 这些都是灵件 OK 如果你想到它是灵件 你会被它迷惑吗 你会被它带得团团转吗 你会为了这个灵件 一定要去图一个什么什么名牌的 你才能过得去吗 不会 因为你知道这是灵件嘛 你就不会那么样的在意了 然后你会安住 慢慢的安住 心清静 你看哦 就是修以换修换 就从换色身的这个灵件 这样去观 心清静 你会慢慢的觉得 哇 我不在这个色身 那个能知这对灵件的 我能知而已 可是我不住在这个色身上 这个色身也不过就是幻化 我能知它的 就像动静二相 有没有 我能知它的身 能知它的灭 我不随之生灭 不跟着生灭 不跟着生死 你那时候突然觉得海阔天空的世界 是一个不死的世界 我讲说不死的世界是来自于 你很清楚不会生灭 因为你不入 你已经进入无生的世界 就没有所得灭 这样子来看呢 你突然间 这个世界是清静的 心清静 一生清静 多生清静 一世界清静 多世界清静 后来你突然发现 众生本来是佛 本来都具足 本觉 你会突然发现 我是丢掉了什么 每一样东西都不是 都是幻化的 都是暂时有的 我没有丢掉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有得过什么 那都是暂时有的 然后你会从这里去 开悟 生死涅槃 犹如着梦 一切法性 平等不动 你慢慢去参 你参到了 这个这里面 从十二处 十八戒的清静 心清静固 你看到了 因为你心清 你心清静 你看到外城的世界 也很清静 你看到外城的清静 眼根 根清静 你会发现到 眼根也变清静了 因为你心清静 你看到身边的人 好人 对你真好 那也是 感谢 有这样的因缘 坏人对你的恶劣的感谢 因为他也是我幻化里面的一个尘埃 他是客人 这还不是一个 这还不是逆增上缘的层次 逆增上缘还是有的层次 你到了突然间发现 他也只是客程 随他来随他去 对你好的人 对你不好的人 伤害你的 对你帮助的 都是客人 你不会随着客人来去 而受到一些影响 不随 所以这个不随 就让你突然间心清静 这个世界本来就 没有所谓的 就是在这个虚空中 这种清静的一个世界里头 你突然领悟了 然后你所看到的世界 尘清静 见尘清静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外尘的世界 突然是净土 摄利佛 为什么当时问 释迦牟尼佛 奇怪 释迦牟尼佛看到世界 怎么跟我的世界不一样 佛陀不是视线着 这个娑婆世界 是他的净土 怎么你的世界的净土 跟我世界不一样 佛陀是在这样的境界里面 看这个世界 因为心清静故 见尘清静 见尘清静故 所谓眼根清静 眼根清静 说他嗜 嗜甜 他带来的嗜甜 所看到的都是清静 十二处十八界清静 所以菩萨不与法父 不求法托 所以到了大乘菩萨 他在看一件事情 他不会被法 所欺负 也不会求一个 我要得一个法来解脱 因为每一帖的药 都是对着每一个的病 每一个烦恼 所以他不会被哪一铁药绑住 因为如果没有烦恼 这个药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如果今天 你如果能够理解这个道理 你没有烦恼 还拿了哪里来个解脱 我要修个解脱 请问你是被什么绑住 重点是你看到了被绑住 所以你不会因为被绑住而苦恼 因为你知道 你不会不求法托 意思是说 你不会急急着 说我被绑住了 那个绑住你的 就是你要解脱的地方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不厌生死 不爱涅槃 因为生死涅槃 是同一件事情 如果 如果今天没有了 你没有了所谓的烦恼 你为什么要 一定要有一个解脱呢 所以法上因舍何况非法 那个过了海 过了河的那个法 那个木法 让你带到过岸了 然后你 你那个 帮助你解脱了 最近那个法 你就可以放下了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法 背在身上呢 所以 不厌生死 对一个菩萨来说 在生死当中 其实 生死对来说 佛菩萨 对这个境界 到了这个境界的 修行者来说 为什么大师说 我来做个和尚 奇怪 他怎么不怕烦恼 他怎么不担心 这个娑婆世界 五着恶事 没有耶 对大菩萨而言 不厌生死 因为生死 左右不了他 他看到的是一个 无生的世界 所以他看到的 无生世界 就没有 无生 所以没有灭 所以他始终 一直在的 在法界里头 他没有 他没有落入 那个不随着 那个轮回的生死 去生死 这样明白吗 我们常常就是 在生命当中 去轮转 所以我们一直 堕入在那个 轮转的世界 那个轮序剧里面 所以你跳脱出来 你能知动 能知静 不随着动静 常常在提醒自己 绝到不动 这个决性 这个 你就会发现 不随动静 而跟着去生死 你如果懂那个意思 不实地生心 去生死 你知道 你就清楚地知道 所以在这里面 不厌生死 不爱涅槃 因为菩萨 他如果有一个 厌离生死 表示他还没有解脱 然后呢 如果爱一个涅槃 表示他还有一个 法职在 不敬 持戒 不增悔戒 他对于呢 说持戒 他干嘛 他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他说 你持戒好棒哦 给你赞美 其实每一个人 如果你悟到了 那个无声的 那个道理之后 你不会天天 团团转在生命当中 团团转的时候 你自然这个 清静 你也不会感觉到 哇 多了不起 我现在持戒 我跟你说 我现在去想 有戒了哦 你不会 因为你知道 那个都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 你就会具足 不增悔戒 你就算是我 我这个犯了过失 你也不会说 看不起他 因为这些都是过程 就好像我们 势必有时走 一楼 二楼 三楼 哎呦 然后有些父母亲 为了孩子 他也用了很多 可能不好的方法 可是让 但自己知道 这是不应该 可是他觉得 要赚钱回来 养孩子 让孩子读好的书 这些过程 你都有那些过程 菩萨 就是如如的 理解 如是的 理解众生 在轮魂中的辛苦 然后你不会因为 你不会 所以为什么一个菩萨 不会说 你收得好 我给你较好 你刚来 我没时间差你 不会的 他这个 是非常平等 这个是一个平等的世界 不就 不中酒席 不清初学 你也不会因为 他学佛很久 哇不得了 他也不会说 因为你知道 人 走在每一个阶段 他的因缘 所以我最近 如果在听到 有人跟我说 我们家里都没有 下婚 我带了 那个三妹水 还给我 不要给我喝 我说 不要紧 不要紧 你不要想起 我说不要 不要的 不要担心 那慢慢的来 他 我家还问 我说 喝这个会开午吗 我说 你跟他说 不会开午 会开午 要靠自己 喝那个会开午 开午要靠自己 但是 这个水呢 是带着你 满满的祝福 你如果要喝 你给他喝 这是我对你的祝福 他愿意接受就接受 你也不要难过 这就是每一个人 在不同阶段 生命有不同层次 你一定要接受 这个事实 你一定要接受 这个层次的不同 可能会带给你 跟人与人之间的落差 但是那个理解的落差 你要去接纳 因为你也曾经 是那个层次 这样明白吗 我们也曾经 是无知的那个 我们现在也没有 什么多了不起 我们也是偏知 我们也是把 偏面的知道 告诉各位 我也没有圆满的知道 但是我们最起码 努力的 让我们知道一点点 再多一点点 再多一点的全貌 然后我们更宽阔一点 我们世界就宽广一点 那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然后再来 断无名跟轮回 怎么样不再受轮回的 那个流转 其实这一二三四很重要 第四位菩萨就问 那众生本来是佛 佛陀啊 你本来说我们本来就是佛了 本觉吗 本自具足吗 为什么什么时候起了无名 还有如果无名众生本来就有了 那你为什么还说我们本来是佛呢 如果众生本来是佛 到底什么时候 就是同样第一跟第三 如果众生本来是佛 何时是怎么样开始 为什么开始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开始 后面的问题是说 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问得很棒对不对 你们想知道答案 来我们来看 我读到这一段 我也是说 哎呀 拍案叫绝 你想你怎么不爱 这个经典 每一部经典都那么精彩 佛陀就回答金刚藏菩萨 念念相续 种种取舍 皆是轮回 因为我一个念头 追着一个念头 种种取舍 这个好的 这个要的 这个不要的 这个喜欢的 然后呢 我要 我要 你看着办 你给我买回来 我怎么没有买得到 我要再去 我曾经听到有一个 某一个信徒 他要收集名牌包 哎呀 我心里就暗暗的 后来我跟他直接说 你这钱陷起来 办大学该多好 这个钱省下来 这可以 就多少的 帮助多少的学子 当然呢 他那个时候 可能还没有 很认真的学佛吧 他说 他每天都在追 还有那个包 那个独一无二 他会买回来 那是哪一国 有去买回来 他真的就是这样 追逐哦 所以种种取舍 皆是轮回 他就活在 那个包的世界里头 我还有人活在 那个世界里头 他的世界就是 那个世界 好辛苦 他世界好小 就是一个 一个品牌 你就活在 那个品牌里面而已 你的世界完全看不到 宽阔三千大千 世界的富贵 你没有看到 好可惜 所以我们想念念相续 种种取舍 都是轮回 好 所以第一个问题 本来是否 为什么起无名 因为我们的 曝流如曝流的念头 那个过去带来的 世田里面的 一世田中的 带来的 在我们这个世间里面 就会起现情 起现情 然后 有人特爱 特爱红色 有人 看到那个颜色 我就开始生起毛毛的 就是下大雨 我就开始觉得 心里都不安 因为他过去的 世田里面 曾经种下了一些 不愉快的一些记忆 然后他唤醒 他就在每一个念头当中 世田的活动 然后又遇到缘 然后起现行 然后不断的 就在种种的取舍 念念相续 都是轮回 譬如空花 灭于空时 不可以说 言虚空 何时更起空花 意思就是说 你要知道 如果你今天说 什么时候 无名 众生本来有 为什么本来 为何你还说 本来是佛 这个回答就是说 你问我这个问题 就好比 你看到都是空中的花 你满天都 每天都在 为那个花 团团转 然后呢 你不可以说 这个虚空当中的 什么时候起了空花 因为你病了嘛 你前面的念头 念念相续嘛 所以你没有办法 看到虚空 你却看到 一堆的空中花 所以你不能说 本来没有 本来是佛 为什么 怎么无名 会跑出来呢 花 如果代表的是无名 空中花 代表的是无名 那满天的花 就像轮转 带着我们轮转的 那个无名 带着我们轮回一样 那为何本来是佛 你不能这么问 因为 正因为 这个虚空 因为你的眼 坏了 你看到有这样子的 满天心斗 满天的花 这样看起来 它无坏于 你本身 你有具足 那个佛性 这两件事 你要看清楚 你是活在哪一个世界 你是活在空中花的世界啊 我们就是活在空中花的世界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不能否定 你活在空中花的世界 而你否定 你本来是佛啊 你有佛性啊 只是我们活在的是 空中花的世界里头 就好像有人是活在 那个名牌包的世界里头 你并没有看到 你更宽阔的 你那个无限开发的 那个心的 那个内在的 源源不绝的 那个心的 那种 决性 决照 圆满的决性 我觉得 那个东西是我们要厘清的 所以第三个问题说 那众生本来是否 何时起无名 以轮回心 生轮回见 事故众生 先断 无始轮回的根本 好了 无始轮回 什么是让我们无始轮回 接下来你看 这个 一切世界 在经典里面讲 一切世界 经文有这么一段话 一切世界 始终 生灭 前后 有无 俱散 其指 念念相续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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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復 就是不断不断循环 你的世界 我们要去追个世界的 第一因 在哲学里面 一直在追索 就是西方哲学 一直在探讨 第一个因 这世界谁创造的 上帝创造 要去想出第一个因 可是呢 在佛教里面 它是 它这个世界的始终 从开始到终 生灭 前后 有无 俱散 其指 都在念念相续 循环 往复 种种取舍 都是轮回 所以 我们现在 如果这样看起来 众生 本来是佛 何时 生起 无名 如果你要回答 这个答案的时候 因为 我们用轮回的心 生起轮回的知见 你当然就 看不到 你具足的 那个佛性 因为我们一直 活在空中花的 那个世界里头 你当然 不会看到 你一个朗朗 本质具足 那个佛性 的那个世界 所以 有做这个思维 我们要这样思维的话 皆因 妄想 缘起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 在这个 我们再看下一个 有做这样的思维 都是我们 种种妄想 然后呢 已经落在 那个空花当中 用此思维 便于佛境 犹如空花 腹结空果 辗转 妄想 无有是处 如果你在空中花里面 一直在寻找一个 成佛 我要成佛 都为他成佛 当时他成佛 就如同在空中花 去寻找一个 所谓的 妄想 要成佛 的境界 那这样子说起来 他就说 你这个问题啊 虚妄 福星 多诸 巧见 不能成就 圆绝 方便 因为你始终活在 空中花里头 你还是没看到 那个广阔 无边 无尽的 大方 广的 圆绝 本质 具足的 那个 觉性 所以 以轮回的 知见 要去 思考 在轮回当中 要有一个 成佛的境界 都是妄想 所以 如果说 要去除空中花 只有把你的 眼睛 治好 就好像 我们知见 对了 断除无明 能够知道 这个无明的 这个 断除这些 无明的 错误的认知 然后 我不会继续活在 那个轮回 连续剧的 轮回 空花世界里头 我原来 哇 我是内心 我今天 如果今天 能够理解说 哇 我今天 感觉 这个 大圆满绝 有在我的 这个心中 有在 作用了 有在作用了 刚刚最起码 在动静二相 能够知道 那个动 又能够知道 那个静 而不随着 动静的 那个 能知的 那个决心 我觉得各位 你们今天 就赚到很多了 金刚藏菩萨 问完之后呢 第五位 大菩萨 弥勒菩萨 就问 其实你注意看 这些题目 都问得真好 他说呢 那佛陀 我就直接 就不念原文了 怎么样跳出 生死轮回 这个我们 想不想知道 然后呢 修行者 在各种的轮回中 有哪些特性 哦 这里面 你看各种轮回 为什么叫做 各种轮回 有没有人 我们讲说六道 好像使法界好了 也 使法界 我想说 四圣六凡来说 我们先讲六凡 会不会有人 一直在五十节里面 一直就做畜生道 一直在做畜生道 那有的人 做了人之后 再来做人 一直反复 反复 然后一直在 各种的轮回当中 他 他是不是有一些 没办法跳脱出来 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 什么阻碍 或是没有办法 看到可以再 更上一层 也有可能 有一些状况 那其实我们也听 修行者呢 修行者 他在轮回中 他有一些些 有没有什么一些 不一样层次的 的一些特质 其实 我昨天我们讲说 每一个人都住在 不同层楼 在生活 不同层楼 在 我们讲说 就是修道好了 也有人 在不同层楼上修道 那他看的风光 当然不太一样 他需要的药方 也不太一样 你的病不同 烦恼不同 那另外他就说 那差别的关键 是在哪里呢 那还有 如果回入城牢 就回到的 这个红尘里面 有几种教化 度众的一些方法 那米勒菩萨 问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下一个 他第一个问说 怎么样跳脱出 生死轮回 其实这一段话 如果你们经文 在读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画心心 再加上重点 因为呢 他上面说 先断贪欲 然后除雀 爱可 经文里面就有一段话 这八个字 我很喜欢 欲望因为爱而生 命因为欲望而有 所以 曾经如果这个大师想说 我从哪里来 生命从哪里来 因爱而来 这个话 还真不是乱讲的 这个师父有趣 你看师父讲 这个很独到的 在经文里面 命怎么来的 命因为欲望而有 因为欲望而来 那欲望因为爱 贪爱 爱可 所以如果要 所以如果要免轮回 我们就必须要先断贪欲 除爱可 真的是 这个八大人绝经里面讲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我们永远觉得 不能满足 以前穷的时候 还是跟 就是 跟家里的老伴 就这样过日子 可是看到别人家 日子过得那么好 就生起羡慕 然后人家有个房子 我还住在一个小公寓 人家 我这个 人家是豪宅 我住的豪宅 就感觉到 始终 就一直在比较里头 然后 这个欲望就督促 就促使我们 就一直不能满足 但你说 这个有没有在 不只是物质上 责望 这个在 水灿里面 父母对子女 或者子女对父母 都有一份责望 责就是一种 期待吧 期待 可失去 没有没有那样子 达到那个期待 就会一种 一种 责难 责难 就对孩子说 你怎么没好好好 我打招 我打招 就是为了你 你没有好好 就是一种 因为一种期望 一种责难 然后双方 亲子之间 父母 对子女 子女 对父母 都有一些些 不满足吧 或者是一种 怨恨 我讲怨恨 其实 我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佛光人 有一次去 遇佛 然后到了医院 这故事也让我觉得 觉得很感慨 这个妈妈呢 其实从屏东 搬到台中 因为到了台中 也没有人认识她 她也就 就很孤苦伶仃的 在那个地方就 重病 然后在医院 是我们遇佛 我们的会员 到了医院 去遇佛 然后去探望 然后他再说 我也是佛光人 那这个 我们的会员 就开始关心 你是从哪里 就开始了解 她说我有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呢 都没有一个人来看我 大女儿认为呢 妈妈偏心 因为呢 我给大女儿呢 我给二女儿去留学 所以大女儿呢 就觉得 妈妈偏心二女儿 给妹妹去留学海外 我都没有 所以大女儿就怨恨妈妈 二女儿就怨恨妈妈 也不来看 她觉得妈妈 留了一百万给大女儿 给姐姐 没有对我好 好吧 你老大老二都有意见 老三呢 老三又身体很坏 身体很不好 我也是照顾到 她身体不好 然后我自己就病倒了 她也没来看我 为什么 老三呢 认为说 我是三个女儿里面 身体最糟的 怎么会妈妈 把我这样身体 伸得这么糟 起步她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问题 就想妈妈 把我伸得那么糟 然后也怨恨 后来我们家的干部 实在看不下去 就打电话 叫他们三个女儿 就跪在妈妈面前 一个一个忏悔 我们家这个独岛 也是很有个性 她说 真的实在太不孝了 这个等等 你看哦 这个彼此的这种 有时候 所以也因此 我听到前阵子 有一对老夫妻跟我说 一对老夫妻跟我说 这个儿子把她薪都骚了了 去拔轿骚了了 第二的儿子 回后要拿钱 去做生意 也是要给她撩 撩到负 她说呢 现在呢 这样也很好 还好我学佛 我把这方法看得彻底 他说我把亲情看得很彻底 所以我也不期望他们 我哭我自己 现在快打拼来学佛 然后自己好好的修 他说他后来还讲给我听 他说我告诉你 感情太好 有好有坏 感情如果不好 也有好有坏 这老人家还是有道理 八十几岁 世间没有什么不好或不好 你说他从好的一面来看 孩子很孝顺 亲情割舍不开 孩子给你很忤逆 给你对心肝 一定会觉得 真的是早就不要给你生出来 可是也从这个地方 也从这里去下手 从这个地方去下手 让他自己不要有这么多的千禅 我觉得这某程度 这个老人家还是有他的智慧 我们再讲回来 所以爱 欲 也是造成我们轮回的一个根本的动力 那所以第二个问题说 那修行者在各种轮回中有哪些特性 这个他就分成差别的关键 各自是什么 那第一个他就讲 从凡夫来看 二丈 二丈是指理丈跟事丈 对观念也搞不清楚 那更不要说 理跟事就是 在理路上 在知见上都有问题 更何况是在他自己生活的实践上 这个理不通啊 是很麻烦的 理不通在我们生活当中 都显而易见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理长的妈妈 就因为我们去跟他结缘 有往生去跟他结缘 然后这个理长很高兴 很感谢我们 然后就带了一包米要进来 就不敢进寺院 然后就说 师父 我必须 我必须赞助这些寺廟 我说你来啊 他说 没有 我现在没签起 你是什么没签起 他说因为家里丧事不干净 我说是三公 谁说的 是这种迷信 还有甚至更离谱的 每天要看日子 我现在往东走 往西走 到底我们是 是被什么困住了 连这些 外在这些 有的没有的 所以为什么学佛 很好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时 我觉得这个如果 还有 这个都还不是理路哦 这还不是理路 我讲理路好了 我们 我讲我自己出家 我母亲 我母亲说 我说 我们人生有很多选择 出嫁出家都是一种选择 那我们父母亲 待会儿就是用传统的角度来看 就会说那 不行啊 人生你 你也会生别人啊 我说这是什么逻辑 现在我父母亲是后来非常非常护持我 但是在那时候还不明白之前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对话是 我现在回想就蛮深刻的 就是 我父亲 父母亲总是挂念孩子 就是不放心 给父母亲最大的孝顺 还是放心两个字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后来问父亲说 你不放心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出家你不放心 那出嫁你真的就放心了吗 那我就开始算给他听 出嫁你会担心什么 这个先生是不是爱这个女儿啊 然后呢 现在爱以后不知道会不会继续爱 对不对 这种都没有保障的 然后呢 嫁过去婆婆会不会疼惜啊 公公婆婆的疼惜啊 疼惜不疼惜 就赚到也许是疼惜的那一边啊 这样子也嫁过去会结婚 结了婚不晓得会不会生小孩 不会生也很担心 会生也很紧张 就一连串的 我就分析给我父母亲听 我父母亲说 你想这么多是要做什么 我就 我后来想说 人生总是要把它想清楚嘛 当然我现在讲这一段就是说 有的时候 为什么佛陀要跟我们讲 生老病死 我还觉得真是好 李开复到后来生病了 才发现到 我所修的死亡学分 原来我从来没有想过 在我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原来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的生命都不保了 那我现在手上握有的这一切 又代表了什么 所以佛陀跟我们讲 要把它看清楚 生老病死 好了师父说老病死 生的这个历程 我们真的是理解吗 所以如果理解 理路清楚了 你会反推 如果生命有死亡 你要怎么活吗 如果医生真的跟你讲说 你还剩三天 你这三天会天天 睡到自然醒吗 你可能这三天会想到 我只剩三天 我还想跟哪些 我最亲爱的人跟他说声谢谢 我就要跟他们也跟他说声道歉 有很多突然间 生命反推回来 知道死亡 所以知道想好好的活 或是想要 每一天都不想错过 所以知道 跟不知道的生命 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学佛了解了 生命的究竟 跟不了解的生命态度 也完全不一样 他不会说是学佛之后 就不会有生老病死 而是面对生老病死的态度 绝对 是一种更豁达 更坦然 然后更觉得 嗯 这本来嘛 本来就是这样啊 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凡夫因为理不通 事当然就是不可能会通嘛 说不通啦 赌博 这种你说你一直赌下去 你还得了 家暴 你打 你继续打 你难道心安吗 那当然很多 很多生命当中 带来的苦恼 都来自于无知 错误的知见 跟错误的行为 理跟事都未断 那二称呢 他可以是这个对这个贪欲 可以说舍下了这个贪欲 但是呢 理还没有断 二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不受后有 他起不了作用 我常觉得二称人就好比 我还是要再举例那个百货公司 就是呢 这个凡夫去百货公司 什么都想要 那二称人去百货公司 什么都觉得 都不想要 觉得什么都是多余的 所以二称人 某个程度上 他的心态是很极尽的 因为他 没有什么生起他 想要 可是二称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有一点 为什么要菩萨道 我还是觉得要菩萨道 因为在修 这个一切智 一切智是了知空性的智慧 这一块二称人是有的 但是道种智这一块呢 菩萨才有 道种智就是 能知众生的差别 这个爱吃甜的 这个爱吃甜的 这个爱直直说 这个爱拐弯抹角的说 就像菩萨 就像父母亲 你为了带你孩子教育那些 还不过是老师 教育你下面的学生 他有很多的根系 是不一样的 那 比较属于 这个 菩萨的话 他就会因为知道 他历练多 他累生累劫 不断的都来 你看对他来说 生死对他来说 就像一次一次 这个增长他的资粮 就是他每一次来 来一趟这个人间 然后呢 形化 就是度众一番 然后呢 在这里面 他又累积了很多 相当多的资粮 什么时候 该静默 有的时候 该提起 所以这里头 都有很多的 历练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道种智 但是二称人在这一块 为什么叫里丈未断 很多东西 他没有经过这一层 所以二称人呢 他不受后有 是因为他不起 那个贪的念头 那么到了菩萨 二丈以福 降福 当然菩萨 有他很多 不同的层次了 你看出地 二地 三地 一直上来 他还是有 他不断历练的过程 那到不定 不定 这是另外一种特性 就是他是一善之士 这个有时候 我们还真的有时候 为什么要清净善有 过去你是一个修道人 但是呢 你信不信 你要遇到那个缘 因为过了 你可能精神又过去了 你们都知道 我协会长 他在监狱 无数次啊 以前就是在 就是大哥嘛 这个黑道嘛 但是呢 他是到了有一天 我们的这个弹讲师 到了监狱 然后突然间 带他们在抄经 然后念了一段话 佛在世时 我沉沦 就念这一段 突然间 这个好像 敲醒他 这个累结 过去生 大概有种下 这个佛缘 他突然间 眼泪哗啦哗啦的掉 佛在世时 我沉沦 佛灭度后 我方生 忏悔此生 多业障 不见如来 金色生 他就一直哭 一直哭 从那时候起 他决定抄经 所以我有时候想 他抄经后来 抄经当然 有他的功德力 也因为抄经 慢慢的 他夜 就慢慢消 夜就慢慢消 他说那次 他出狱的时候 因为他进出监狱 无数次嘛 就出来的时候 小弟忘了来接大哥 通常呢 大哥出来 小弟应该都在门口等 就业力开始转 开始那个 很奇妙的 会牵动的 那个夜里 已经开始转了 他出来 小弟没来接 他就去到场 就开始这样 想要重新做人 一直走到今天 所以 你看那个 善知识 要看呢 是不是能够 真的叫不定 是在于 他可能 就他可能 也许就在 就插那一颗 然后遇到善知识 那一颗 他修过了 当然这是 凡夫二称 菩萨不定 当然 有一个叫 外道种性 其实这个也是很 比较辛苦一点 但有的时候 我们这些 只是让我们知道 知道说 每一个人的特性 都有 各有不同 但是 你不要说 身边的人 这个 那个 因缘 要不够了 就放弃了 礼仗 障碍我们的 知见 然后 誓障 他会断 就是 他障碍我们的 会去诸生死 就是他会继续 轮转生死 这是 如果你知道 道理的 可是你做不到 没关系 最起码 我知道 所以 为什么我们说 受戒 我先受戒 我受戒了 我如果 现在 我也许 还没有办法 持满分戒 没关系 但是我先受起来 我就会说 我持个 我没关系 我五个戒 我可以先做到 四个戒 那我一步一步修 所以那天呢 我们 去年 我们有一个 居士 是我鼓励他来 受五戒 然后他一直跟我说 不行 我还要应酬 还有这个那个 讲了一堆 结果那天跟我讲 他说 师父 好奇妙 我受戒完 一点都不想 再喝酒了 我那些 那些酒肉朋友 说他的那些 他开玩笑 酒肉 他的那些 商场的那些 好朋友 就找他去吃饭 就奇怪 就一点都不想 再喝 他说 我一直以为 我这个戒 没办法守 所以我那时候 很怕来受 这个五戒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受完五戒 自然就不想喝酒了 他说 这怎么解释 说那你就素食有善根 怎么解释 过去一定也是 有修的因缘 咚 到了 你自然然就 就上路了 那么菩萨呢 他以 我们再来讲 那这个 第四个问题 就是说 回入城牢 有几种教化 度众的方法 那他的回答 菩萨他以 清净大愿 来祝佛 这个祝这个 圆觉祭 自信 然后呢 也一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 累结带来的习气 我们要求善之事 渐断诸掌 渐渐的 断除我们种种的障碍 然后 仗尽愿满 正大愿绝 也就是说 各位 这几句话 你能不能看得懂 就是 理解说 原来 就是菩萨 他发了愿 他也能够体会 我们本质 具足的佛性 我没有 我没有减少 我有哦 我有具足的 但是呢 他在实践 就是理跟事的 圆融上 我还要 面对我人生的功课 那我们的 面对的功课 各有不同 每一次 你遇到的功课 你就想 啊 真好 这条可能是 过去没有修通过的 这次今生再来 再修一遍 这个学分没过 那有可能是情感 有可能是名利观 有可能是恩怨的问题 没办法化解 很多的功课 是 我们 就是开始实践佛法 我是 开始受戒 我也开始精进 我都会遇到的 而这些 见 你看哦 见断 诸杖 就是 我种种的障碍 一个一个 慢慢的 会面对 一个一个消除了嘛 然后呢 障碍一直到最后 没有能困得住你的 就是 你那时候就发现到 真的是自在了 真的是自在 我们其实被枷锁 这个枷锁 有可能是情感的枷锁 有可能是 你很在乎别人 对你的评价 明的枷锁 力的枷锁 这些都有可能 那慢慢的绝照绝照 断除断除 慢慢的这样 然后三界 它就再来 三界呢 里面呢 这里面顺带补充 这个三界都离不开 前面的贪欲 跟爱可 你看这整个 这一篇就在讲 会轮回 这个生死轮回 是因为贪爱跟 贪欲跟爱可 让我们 一直不断的转 那三界里面 欲界 它就是以欲望 为根本 然后呢 色界 是以爱 为根本 无色界 还是以情为根本 当然你说绝为法师 那这样是不是 以后叫我们 要断除 无情无意 台书是有情有义 会不会是这样 那我就要跟各位说 那是一个 又是一个层次的不同 菩萨其实是最有情的 菩萨有情 你信不信 你会有情 对你认识的人有情 对你家人有情 对跟你有缘的人有情 那菩萨呢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个是 认识不认识 你伤害过我 我都不会 放在心上 因为就如同 这个一个慈母 给他再忤逆的儿子 永远都不会放弃他 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孩子 这样的心 去理解 那你说 那他忍耐度要多大 那真的是修的 菩萨就真的是修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 我们跟菩萨 程度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在这里 所以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我觉得你们有在做到了 你们不是常常 要去结缘 谁谁谁 哪一个会员 告别式 谁谁谁 哪一个人 我们要去给他助念 你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 我跟他没学歇 你会玩也没打打来 一年透天也看不出一次 有可能这样的人 对不对 可是你为什么还是要去 就是结这个缘 你内心 也像 希望祝福他 虽然我不认识他 但我祝福他 透过 佛力的加持 他也能够 能够得身净土 可是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已经在萌芽了 你已经在菩萨的这种 修行的这个习惯 我们讲 练习 在事项上的练习 你已经有了 就是我们讲 就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我们已经在培养这一层 不一样的境界了 所以各位有这样子的曾经为别人服务 包括来这边做义工 可是没人看 阿淑也没帮我摇摇一下 也没有给我赞美一下 但是你就是做 但是你知道你在为什么而做 因为你内心里头充满了 那个菩萨的悲心 我希望今天 多一个人来看都好 多一个人来听都好 多一个人来听闻佛法 来修行多好 我要去找很多人来参加社交报 我要去找很多人来学佛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 这样来培养我们自己 理上明白了 世上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我就必须要不断不断的提起练习 因为有有诸欲 助发爱信 令生死相续 这个就是在讲回来 一直在根本上 就是无法跳出轮回 就是因为爱与欲 让我们生死相续 当然你说 那我一步一步来可以 可以的 你也不要一下跳脱 回来说 跟我爸妈没关系了 因为我已经变得 我已经超然了 拜托你还是正常一点 比较好 这个是一步一步 很自然升华 你会开始贴心 想到怎么样 对你父母最好 然后呢 你不是天天在他身边 就是在他最好 你引导他来学佛信仰 让他找到自己自信三宝 我觉得那个才是给他最大的力量 因为他找到了自己内在 有那一股自信 就是那种自信三宝 我相信 自信佛 自信法 自信生 他具备 他才能够面对他人生的生死 他能够勇于坦然的去面对 我想一步一步来 爱的方式也不一样 不能叫你一下子不能爱 不是 菩萨也绝对不是如此 那刚开始会舍恶而要善 就喜欢 我不喜欢这个坏事 我喜欢做好事 那你当然就是 实善嘛 就走天人的路线 你就越来 将来你一定福报很大 那还有慢慢的 你会一步一步 对于那种贪着 可爱的那种直取 你会慢慢的放下 对孩子之间 对你这个人家 这个你过去最在意的 你慢慢的放宽一点 放松一点 放下一点 然后你就慢慢慢慢的 会越来增上善果 你的层次就越来越不一样了 好 那第六个菩萨就问 那既然圆觉妙性 再胜不增 再凡不减 好 那请问 那众生菩萨佛的差别 又在哪里 各位你们肯定都有 听过师父说 我是 我是佛 那这里面呢 就有几种层次的 我是佛 在师父在广州演讲的时候 就真的有一对夫妻 我是佛 然后呢 这个师父就说 来你们跟我说 我是佛 坐在我后面一对夫妻 那个先生喊得很大声 我是佛 好高兴 然后呢 这个师父后面接下来就说了 好 你们今天都承认自己是佛 那你回去 还会抽烟吗 他老婆就说 听到没有 天天抽好几包烟 然后接着师父说 你还会骂人吗 然后他太太就说 你看 你看大师 说的就是你啦 天天骂人 然后呢 知乎说 你就 你承认我是佛啦 不抽烟啊 不会再骂人啊 那你就要 你要开始啊 替别人着想啊 什么就开始就讲这些 那讲完之后 大师当然 最主要是要鼓励我们大家 每个人 你要承认我是佛 那我就要改变嘛 对不对 那佛没有这样 没有那样子 那当然你就要 你不能赌博啊 你不能这样那样 那所以呢 讲完之后 大师说 好 你们再跟我念一遍 我是佛 大家就说 我是佛 后面那对夫妻啊 很可爱的先生 我是佛 在念一遍 然后太太就 冷冷的说 看你能撑多久 看你 我是佛能撑多久 好 那我们来看 我现在来看 大家来看 第一个 他说 这个六种 差别 就是我们从一层一层 就是一年级 二年级一直上去 我是佛 没有错 理论上是 理论上 我们都有佛性 没有减少 但是虽众生即佛 却不自知 哪有啦 我哪有 所以常常我们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我第一次听大师说 我是佛 我真的不敢讲 我怎么敢讲 我觉得我不是 然后 这个有没有这个过程 有 但是在 就是我们就 是吗 会吗 怎么可能 有没有 不自知 我们都有这样的过程 就算我有佛性 好 我们接下来说 理论上是 但是呢 第二道 这个第二层次叫做 就是你 你理论上 但你凡夫嘛 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念念生命 都单着在无欲当中 你说 我有佛性 好 别骗我 哪有佛性 那关那些人 哪有佛性 你去看 那台狼棒会 哪有佛性 你可能就会这样 去理解他 那你说他们更 你都不相信 他们怎么会相信自己 我哪有可能 可是呢 这个就是 凡夫的一个状态 当然第二个呢 名字是 就是 我就讲六级事 是天台中的说法 第二个就 第二种层次 就是遇到善有 就我们遇到善知识 来开导 说你有的 你忘了吗 那个一轮明月 你的清澈 本质具足的 圆绝自信 是朗朗清明的 他说 真的吗 就开始有觉得 了知此生 性自劳虑 就是因为 原来我就被乌云盖住了 要不然我 我是跟佛一样 具有那个佛性的 大家师父在这个层 这个层面上可以理解 在这个阶段 真的 我真的有那个佛性 只是我现在其实还真是有点烦恼 遇到一些还没有 种种的障碍 但是我已经开始相信 我有佛性 我有觉悟 所以为什么 佛陀说 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为执着妄想 我现在正因为执着妄想 被障碍住了 那么开始呢 第三个层次就是 开始要 决定要修了 决定要修呢 这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我们决定要 我们在 这个在看你们这个讲义 就是结构法的 你们看清静会菩萨 到第三个 劳力涌断 开始就 种种的 我们讲说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我开始呢 淡薄一点 我开始慢慢的 觉得原来 我都在团团转 难怪我没有看到我的佛性 那么所以呢 这时候 它成为凡夫 随顺觉性 白话的说 就是 要 见解为爱 而不自在 在经文里面是讲说 你见解上 还有一些 还是没有很通的地方 所以呢 还有一些 在修道上 不自在 就觉得 哦 我要背起来 做造课啊 对哦 好了好了 快又背起来 好过因为要全佛 我现在 还要认真 打扁这个 所以 它的层次 有点像是 时时 情辅事 所以你这个 后面刮号 时时 到这个程度 哇 你已经很棒了 随时关照 随时调伏 随时提 在这个提醒自己 你看我现在 贪欲又来了 随时调传说 要好好地来精进 现在又要 想看 再来 休息一下 再来说 睡得拔着 再来说 这懈怠又来了 其实 跟各位讲 精进不是要你们 要你们一直 一直念几百步 精不是的 其实 严格来说 精进只是要 正确的知见 一 如果你已经 生起善 就四正情 正精进 已经生起善 那另增长 没有生起善 要另生起 已经生起 断 恶 恶念 你要另断除 然后没有生起 断 就另不生 如果你每天生活 是都能够 实时关照 自己的念头 你其实就在 精进当中 叫四正情 那所以就实时 情辅式的状态 那到第四个层次呢 就是 叫相似极 越来越近了 就虽断解爱 然后呢 有助见觉 有觉有照 然后呢 但是呢 这里面呢 觉还有了一点点 觉照的一些困难在 它没有那么样 骗 骗之 那么样的 圆满的去觉照 所以呢 它呢 是比较像是 它被称为菩萨 未入地者 随顺觉性 所以它在这个阶段 有点像是 误时惹尘埃 你会很警觉 所以刚才前面是 实时情辅式 因为你还有烦恼嘛 还有起 不好的念头 我要随时随时 修正修正 那到了 这个第四个层次 我自然呢 这个 尘埃来了 就随他来 课程随他去 你不会去 染灼 就在这个层次上 已经是 越来越接近了 那照来到第五个呢 菩萨 常觉不住 他已经到了 照与照者 同时俱灭 此乃菩萨 已入地的 这种 这个随顺觉性 这种程度呢 就有点像是 我们如果刚才用 那个 实时情辅式 来说的话 这个呢 就有点像是 本来无一物 就是有点像是 啊 常觉 常觉 觉照的什么 你就不会去住 常觉而不住 就像知患而击离 然后你会随时 观照课程来去 然后你也不会 就是 本来无一物嘛 你何处去惹一个尘埃呢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位在 然后到旧境觉 到旧境觉 就是菩萨 居一切时钟 一样的吃饭 一样的睡觉 但是呢 他吃饭睡觉 不起妄念 然后呢 于诸妄心 也不会说 啊 我现在妄念来 我赶快要免 没有 他只是看着他 然后呢 不住一切相 他这个但是一个 啊 就是到了 这个 这个 究竟 就是这个佛的一种 很自在的 所以为什么说 到了金刚经 昨天有讲到 到了佛 成佛 他还是一样 启时于其成钟啊 次第其 还至本处啊 收以薄熙 诸语 福祚 就这么样的自然 还是一样 这样的生活 但是他每一点 每一分 其实都很清楚 这个也是一个层次 好 没关系 我们在什么层次 我们没关系 我们后面也许离我们 还有点远 但是我没关系 我们先从 最起码 我觉得李吉佛 已经大家已经跳过 那个层级了 你们已经到名字 吉佛 就你已经遇到 理解 善知 因为听到善知识 听到我们在说 啊原来 大师告诉我们 我是佛 那我就要开始开启 我就是一颗 朴玉 一颗钻石 又九头 又看不下 还不知道里面 是一含钻 含金量这么高 所以呢 我要开始要 要修 在我的生命里头 每一个功课 我要去修 这个修呢 其实用什么方式 就是六度 布施持戒忍 入金进 禅定波瑞 这些都是很棒的 这个度我们到 彼岸的六艘船 你要坐哪一艘船 都很能够得力 那后面呢 威德自在菩萨呢 就问说 好那佛陀你可以告诉 我们修行的方便 见识是什么 如果要问这个问题 你看哦 威德自在问 菩萨庄严 佛国及 纯菩提 当然不是只有一条路而已 我们坐在这里 每一个人来到 佛门的因缘 各有不同 有人是因为 可能家里的人 邀请你来 有的人可能 就是自己就来了 那有的人来了以后 契机 就各有不同 有的是因为 他被赋予 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他就觉得 慢慢慢慢的来 来了慢慢的 就觉得 到场 很好 我在这边 就听法 那有的人 你也看到 有些人 他觉得 我就是请 樊贝就来了 听到樊贝的音乐 我就想来了 其实每一个人 气机都各有不同 好了那这里面就 这个大致 是有三种 比较属于 你看看你是哪一种 根器 但是呢 还不止三种 因为下一个 他从第七跟第八呢 他其实就是配合着看 但是第七个问法就是 他是三种大类型 大的类型 一种呢 奢魔他 就是修止 修止 对不起 我这边还有 有一些简报 先把它讲完 真理只有一个 就不二 你最后成佛 就一秤 一佛秤 无二一无三 但是呢 依众生的性相差别 就有三大类 分类成三种 一者就是取静为行 就是这种人呢 他的性格 特别喜欢静 他修止 修止 然后呢 这个止就是 特别安静 远离成宵 喜欢寂静的方式 那第二种呢 你叫他坐坐不定 这种人 其实他的根器 你就带他去观察 观 知幻 妙有 知空 而妙有 其实 某个程度上 我们人 你突然间要空空 他其实没有办法接受 你要让他有当中 所以你会开始 为什么菩萨会大做一番 梦幻佛事 我们来办一场大型的 禅境共修 我们有在现场参加到 像今年你们都有到现场 去参加 啊 这殊胜 我感觉我好像在天上 啊 然后下来法喜充满 然后就跟我说 师父我从于知道 什么叫做慈悲喜舍 骗法界 我觉得我好像突然间 在骗法界当中 跟十方诸佛 一起参与这样的盛会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在 在做一番佛事当中 让你契入那个清净 契入那个喜欢向道的心 当然呢 这个官啊 有时候还需要 是人生的磨难 这个磨难的过程 我也曾经有形容过说 这个磨难的过程啊 你看清楚了吗 你看清楚了吗 讲一个公案 我们佛光山的法师啊 师父啊 常常有些奇妙的妙招 在教育 教化我们这些徒弟 我们这些徒弟 每个人都各有 不同的个性 你想 二十六个国家的法师 来自世界各国 文化不同 差异 很多的差异 那我们在授完戒啊 曾经有一戒 其中一梯次去授三坛大戒 是在美国 那在美国有好几梯次了 那我就听到我们 过去的大师兄们 就是学长他们说 他说那一年啊 可颠覆我们的 就傻眼了 因为呢 我们呢 要授戒 前 好前三天 大师说 让他们去 拉斯维加斯 好 法师想 啊 不会吧 我们来授戒 大师 要我们去 拉斯维加斯 做什么呢 师父后面 讲了一句话 我要你们去看 你们看懂了吗 看清楚了没有 你还要吗 各位 你们懂意思吗 你还要吗 那样子的世界 是你还贪求的吗 你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你才能走这条路 寿三坛大戒 马上要进戒谈了 我要你去看 就看个究竟 知患 这一切 你看清楚了没有 这知道了吗 然后呢 我们在讲这个公案的时候 另外一组的法师说 哦 那我跟你不一样 这个我们也是大师兄们 那一年我也在西来寺受戒 刚好跟你们相反 我们是受完戒之后 师父让我们受完戒之后 去迪斯尼 那也很傻眼 对不对 这也很颠覆 我受完戒 我们是如此清静 殊胜 出离心 如此的庄严 我们要进去迪斯尼 那个冲击很大 就好像各位你们从 滚滚红尘 把你送到禅堂一样的 冲击一样的大 对不对 那我们是从 非常寂静的状态 要进到激动的 眼花缭乱的世界 后面师父说 你们现在 用你最亲近的心 到了迪斯尼 你要知道 这就是你即将要 面对的人群 各位 这是我们幸运大师 这位大禅师 这位禅师在调教弟子的 厉害的高招 所以呢 有一天啊 我们就聊起来 我们说师父啊 给我们的法门 我说 诶 纸啊 官啊 禅挪啊 他真是三样都有 他既让我们 能修纸 你要能定得住 然后不受 外境的动摇 那是定的功夫 所以我曾经讲一个公案啊 我们都 我们佛光山都有禅堂嘛 你可以申请进禅堂 就有一个法师呢 就跟师父说 他是从文化单位的 师父师父 我在文化单位 已经六年了 我可以申请进禅堂吗 师父可以啊 很好 就很开心 他真要转身的时候 师父说 我问你 这世界哪里不是禅堂啊 佛光山啊 如果你要跟我说啊 好修行啊 我当然觉得到山里面 好修行啊 不要遇到这些 形形色色的人群 多好啊 可是他就是一个 让我们锻炼 淬炼 知道我的哪些功课 还没修 还有多少 还没有完成的学分 要一一的去降伏我自己的心性 调伏我自己 刚强难化的那些个性 难调难伏 我们自己走到人群里面 才知道 我还有多少太遥远了 觉得自己还 说慈悲还太远了 以为自己很慈悲 你看看 一着一着来把你努 哦 又来啊 那个又来啊 我都笑不出来 那是什么样子重哦 没关系 你还是要面对它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 我内心不够柔软 哎呦 我智慧不够啊 所以 我现在再拉回来 知幻妙有 知空 你要知道这世间 好啦 这世间哪里不是禅堂 那你会在这个 小禅堂当中的修址 再到大禅堂里面 去观个旧境 那真的 那个观的过程 你透视它 去理解它 你还想要 在里面其中打转吗 其实真的 你就想想这两个宫啊 一个到拉斯维加斯 一个到迪斯尼 那是两个不同的境界 一个是你看清楚了没有 你还要吗 第二个是 你现在好清静 你接下来面对的人群 就是那样子的世界 你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很少人知道 新云大师是什么 调教我们这些弟子的 定会等持 修禅挪 当然 我会鼓励各位 这个你有机会 可以去 看那个六庙门 小指观 在小指观里面呢 它里面就 我们 这个 我们把这个 这个经文念一下 在这个 威德字在问 菩萨以静觉心 在禅诺这一块 这是静觉心 不取幻化 及诸镜像 了知身心 皆为挂碍 永得超过 爱 无爱的 静静 就是清静的境界 然后内发 极灭清安 众生受命 皆为浮想 好了 前面如果说 指 它只在修一个空观 三摩波提 就像在修观 它就是讲一个假观 空假中的假 然后呢 禅挪 就是中观 其实空假中 也是天台系统的解释 我知道这个 这个空啊 就好像是 知空 就是二称人的境界 修止 就像二称人境界 不起 不起那个 哦 再漂亮 这都漂亮的杯子 好了 这个杯子送给你 哦 这金马座 对你而言 你从空性来看 你不会被它所迷惑 因为你有空性的智慧 在修止 你不为所动 但是呢 修观的人 假是怎么看 哦 它是杯子 哦 它 它是 它虽然 这个 假名为杯子 但是呢 在我看起来 这个杯子 它还可以 幻化作 无限的可能 可以是杯子 是一个装置的艺术 可以是一个花瓶 可以是一个任何一个器皿 所以这个假观啊 就幻化一切 空无相吗 就无所不相咯 你停留在无相当中 空无相的那个空性 那是止 但是无所不相 那就是观了 所以 谁说寺庙一定是只能来拜拜 寺庙可不可以是 儿童的 一个快乐的 快乐天地 谁说寺庙 它就只能来参加法会 它可以来这边办庆生 让我们家庭和乐 所以寺庙在佛光山 在西云大师的创造之下 它 跟你所过去认识的 那个寺庙的概念 截然不同 因为它有课堂 它有人与人之间 要坐下来谈话的需要 它有教室的 另外一个社教的课堂 它有这里终身学习的功用 它有摘堂 它总是要吃个饭 留大家留下来吃个饭 它有这个庄严的殿堂 但是它也可以会幻化成一个 婚礼的礼堂 所以这个在观上知患 妙有 这个修观 是因为你知空 你跟妙有这一切 它可以无所不相 只要能够立它 让众生迈向更清净 层次不断的进化 进化我们人生 清净的进 跟进步的进 那我们为什么不善用这一切的空间呢 我就想起 一级一切一切级 我们有个法师在海外 他的道场非常的小 他说小到我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一级一切一切级 我家就这么大 就这一间 信徒来的时候 这里是课堂 等一下该吃饭 换一换一换 这里变摘堂 然后等一下呢 要上殿了 就变殿堂 我这一间我终于明白 一级一切一切一切级一 所以有时候人在这个 穷则变变则通 就可以领悟很多的道理 那当然第三个 修禅诺 当然就是止 就是中观就是 你既止这一切 菩萨以静觉心 不取幻化即 我也没有说 我一定要 我要变化出一个什么 或者说 我一定要静静的做 了知身心 都是 都是很 这个都是暂时的 借我们就在幻化当中 知道 以幻修幻 这样子 但是呢 我为什么说 鼓励你们修禅挪 在这个 去看小指观 因为这里面 就是从 如果你要从一年级 二年级开始修上来 你势必要经过一个 从属席 随席 然后修指 观 环 静 六庙门的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然后慢慢你才能够理解 这句话在说什么 好 不取幻化即 诸镜像 那是一步一步 在从 这个 蜀席当中 好 然后慢慢慢慢的 蜀席到随席 一种得到清安 然后进入到止 然后从 止 起一个新的作用 这个观 念头来去 随他来去 知念头的来去 而不随 所以这时候呢 还 就还了 就本来的面目 静 你这时候 得到无比的清安 那个修的过程 你们可以慢慢的 就是再去看小指观 你们可以去 再去读 那边因菩萨 如果那总共有几种的修法呢 他说 这么来说起来 就有二十五种 你看前面三大类 是归纳出来的 但是呢 后面就是二十五种 有人是专修止 有人是专修观 有人是专修禅挪 然后呢 接下来 有人是先修止 后修观 有人是先修止 后修禅 有人是先修止 后修禅 然后再后修观 就这样子的交错交错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 我是哪一类 当然这边会说 你呢就 这个 以上列出二十五种 那当然呢 这部经里面有讲到 你可以极尽的 这个在二十一天当中 极尽的思维 求哀忏悔 二十一天之后 在这二十五轮 个案标记 随手截取 打开你 那我通常 我读这一段 其实 我 我没有太在意这个部分 我为什么没有太在意 因为 我一直觉得 我只要 我的心安住在 佛法上 然后 我就好像佛教 不鼓励算命 不鼓励说 哎呀 哎呦 你应该修净土的咧 我只觉得 每一个法门 都有它对峙的时候 就是我们 某一些烦恼时候的需要 有的时候 你的心 非常的乱 非常的杂乱 你那时候 就会突然觉得 你念佛都没有 那个心来念 你那时候会觉得 让我先静一静 让我先静一静 然后静一静之后 你沉淀 沉淀沉淀下来之后 那时候 你会开始 开始念佛 然后呢 先 等于是那个很 很躁的心 突然间 慢慢慢慢 频率都慢慢慢慢 静下来 静下来 然后就开始 念佛 每一身佛号 都很清楚 很清楚 然后慢慢慢慢的 再从佛号当中 督射六根 然后再从佛号当中 真的是 在 这个 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观想念佛 我们不是都有修过 观想念佛 或观想念佛 有没有 持名念佛 各种念佛 然后慢慢慢慢的 直静下来 我觉得 只要对峙得了 我现在的各种状态的 你各种法门 我觉得我们都要学 因为你难以想象 八万四千种 的烦恼 你到底哪一天 会遇到哪一条 有的时候 拜佛 我会说 你去拜佛 你去拜佛 因为 这个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 都没有用 你去拜佛 或者有的时候 像前阵子 有一个 他受五戒之后 很精进 他说 师父 我可不可以 我念经 慢慢的念 我说可以 本来就应该慢慢 没有叫你快快念 没有要你马上念完一整步 因为说 那地藏经 很重的 我发言经 还重的 就叫你慢慢念 你就念 金刚经 心经都好 一字 一字的 你去理解它 随文入关 他也是在对峙我们 我那时候身心 就是真的 四大不调的过程 我突然间提起一个念头 就在我这个 不舒服的当下 我重新照见五蕴皆空 怎么去各度一切苦恶 然后我就开始 跟我自己 讲这一步心经 我跟我自己 默默地跟我自己 用很白话地讲 告诉我 我好像提起那个正念 观自在菩萨 他是怎么样 然后带着我们 我怎么去 看 去洞察这个 色 色法 物质 受 想 行事的 心理状态 他都是 暂时的变化 然后就不断地在 心经 然后就一直就 就是在那个经文 就浸润在那个 那个心经的那个经意里头 哎 我就这样子 在 因为很身体很不舒服 但就这样一直 思维思维思维到 我就这样睡着 醒过来 那个 佛号是不断的 不断的 就很不可思议的一次的经验 所以我 我只要告诉各位 我为什么说 这二十五种 修纸 修官 我修禅挪 我都希望各位 你找时间 你要给自己参加的禅修 这是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 如果山上 有禅修的机会 或是 我们这里有禅修的课程 你一定要 没有 我告诉各位 我们要面对 就是有一天 我们四大分离的时候 你能够 那个定的功夫 是要相当的 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还是希望 各位要练习 那我可以从禅挪开始 我从鼠息开始 鼠息 关呼吸 你最起码能 关得住你的呼吸 一段时间就很棒了 因为常常都会 呼个 吸个几下就忘了 就念头开始跑到 隔壁家 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再把它拉回来 就是 关着呼吸 关呼吸 对身体会很有帮助 因为 呼吸法 在美国的医学 是一种治疗方式 这对身体是很重要 这是好的 总而言之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 你们就慢慢地去 找时间 要去 禅修 那你说 我盘不起来 没问题就挂腿座 或者你现在每天晚上 睡觉 前 你就先 深呼吸 然后呼吸 从急促到慢 从粗到细 然后从急到慢 慢慢地越来越细 越来越慢 你的这个呼吸 慢慢地拉长 然后 你会发现 你的念头会来越 越清 你身体会越来越清安 这个呼吸 就可以治病 有这个美国医学 他们有这样子 一个很棒的一本书 三点三秒 呼吸法 你们自己去看那本书 好 那再来就看 禁诸业障 菩萨 他问了什么问题 他说呢 原觉本自清净 是什么原因而染污 这个问题啊 我们 佛陀很白话地说 其实你们自己去看啊 但是原文你们一定要去看 我就把 拉出来重点 我执跟法执 你看 一切众生 都从无始以来 妄想执着 有我 人众生 受者 有没有 因为我 所以分出了 你嘛 是我的 所以 那不是我的 那是你的 所以呢 那里面就分出了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也因此 你看哦 认识颠倒 为实我体 所以就是又回到 最 昨天问到的那个问题 颠倒妄想嘛 由此 变身 正爱二尽 就很喜欢的 跟不喜欢的 喜欢的 就想要得到 不喜欢的 就很讨厌 就想远离他 于虚妄体 重植虚妄 在虚妄当中 又 又重新的 又在虚妄当中 又不断的 真的是 梦里还有多少梦 就是不断的 在那边打转 二妄相 一 身妄业道 有妄业故 妄见流转 然后就开始 升起 艳流转者 妄见念盘 然后就 也因此 就不能进 亲近一个 一个进入 所谓的亲近 绝相 那因为呢 有爱我者 我就会随顺 有一个 非随顺者 变身 正远 讨厌 你们现在 有注意到 我们如果 学佛之后 我们会 喜欢亲近 然后回去 看家人 都不顺眼 再浪费时间 再浪费时间 然后 跨电视 我们早上 师父才说 不要追剧 我们会开始 会乐于 亲近的生活 然后开始会 这也是一种 爱症 喜欢不喜欢 其实不要 真的不需要 你修你的 你也是看着他 但你 你慢慢的引导 但是不要生起 憎恨的心 那种又落入了一种 一种 爱症的心里面 然后呢 这个 来 我们再来看 所以他 他就 第一个就讲到 我像 我执 然后种种 我执带来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 金刚经 我执所带来的 障碍跟烦恼 跟 因为我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人不敢承担 怕被人家嫌弃 怕被人家 说我怎么不好 都是来自于我值 你豁出去 真的 你今天行菩萨道 你敢不敢承担 人家 你现在做一件 对的事情 你说来 我们这次 我们来 号召大家 一起来参加 这个八观灾戒 如果是这样子 可能也有人会批评你 哎呀 不要啦 马上受计什么 那你要去甘心承受 你做一件 对的事情 你要去勇于 去承受 有一些 一定也会有负面的 批评的声浪 那如果因为 你怕那些东西 而不愿意去做 其实我 常常在注意我自己 那是不是也是 某种程度的 爱惜羽毛的我值 而他没有办法 让我进步 我太在意别人 好跟不好的时候 那都是我值的 一种变相 所以他爱惜 哎呦 这个 人家说我什么 说我什么 这都是在我值的 一种烦恼里头 那法值呢 这也是天才 有些人 学了一法 就不得了的好 当然他是乐于分享 没有错 我又跟你说 你爱来 你一定爱来啦 你没来 你真正业障哦 天啊 你没有 你这句话说下去 真是 划清界限 从此对方再也不跟你往来了 其实真的不要 这就是爱症 还有你的法治 带给别人烦恼了 觉得不好 都不好 你有你适合的药 你只能 为什么菩萨广学一切法 为度一切重 也实实上 广学一切法 愿度一切重 那个众生 指的如果是烦恼的话 愿度一切 很多八万四千烦恼的各种方法 所以你广学一切法 这法门行不通 我试试看那个法门 请他吃一餐好料理 他会跟你来 你知道吗 那饭菜吃好吃的 你也吃过吗 来我后天搭你台 吃完饭之后 来 你留下来 那个凡辈超好听的 你一定要留下来听听看 他因为吃了一餐 不敢赶快走 慢慢的就留下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为什么 菩萨 欲度众生 都要以力勾签 都有他的道理在 所以我们 这个 不要太执着 这个法执 不除我相 不能入 清净觉 这个我相众生 这些我执跟法执 这些都是提醒我们 这个金刚经 你们可以就好好 再去深读它 它其实破除我们 这个五十节来的一些障碍 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 原觉本自清净 的一个决心 那再来就 普觉菩萨就问 学佛应该求 什么样的人 医何等法 行何等行 除何种病 应该怎么发心 这个普觉菩萨 在问这几个问题 那这个佛陀是怎么说 他第一个 他说 他第一个 来 要第一个说 如果要医何等法 要求善之事 所以你们要 要清净善法 要清净大智慧者 我很喜欢听我们 其实我不只是我们 师父的法 那么样的精彩 有很多的批语 我们很多的 包括年轻的法师 也讲得非常的棒 我们宝和尚 我每次都好喜欢听 宝和尚的说法 除了过去师父 讲了很多精彩的法 宝和尚都很 切耀我们的内心 他有很多的 思维的过程 然后他会反问 是这样 你们就是 会去让你去思考 所以每一个 所以每一个智者 就他有他的一些方式 来提起 让我们提起正念 经文有讲到说 要离四种病 来 这个四种病 就是禅病 各位如果学佛的人 你们都要注意 有一种学佛学到狂妄的 或者学佛学到 哭搞死灰的 什么都没要没劲 那些都出事 好我们来看 一 就是说 什么叫做病 什么叫认病 什么叫止病 什么叫灭病 这四种禅病 做就是 以为有一佛可成 就是这有点像 在空花里面 要找一个涅槃一样的道理 他没有让自己 先沉浸下来 然后呢 就好像说 打开了这个窗 原来虚空 本质具足 可是呢 他在那个屋子里面 一直找一个 有一个佛 然后认病呢 是放任 觉得 我是佛啦 走出去有风 替我开门 我是佛 这下子走路有风 这是很狂妄的 我过去曾经看过这样的人 觉得不可一世 大藏经可以倒背如流 哇 不得了的厉害 可是呢 讲一句什么时候 哇 就称心四起 你不晓得 我是说 哇 那个称心一胎 这个功夫太差了 但是那种就狂妄 然后呢 第三种就是止 那止病是什么 哭缠 不要给我差 这四天 云云众生 干我合适 他可能 完全活在云端上 我曾经是这样子 我曾经是这样 就是说 云云众生 干我合适 我发现 真是 这个太没有 太对不起父母了 太对不起 十方 这个众生 这个社会的 这个培养 太不提取佛陀 我现在想起来 很丢脸 那就是 在云端上 不知 不知民间疾苦 这不能是一个修道人 修道人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修道人绝对是 深深海底行 虽然他的心 是高高山顶立 但是他的实践 是深深海底行的 所以呢 绝对不会是 枯禅 然后灭呢 以为自己呢 已经空极了 身心全空 空到 你也欢乐 我觉得 这都有点状况 所以各位 我们还是回到正常 就 也要永远想到 金刚经的第一篇 佛陀 如实的生活 如实的吃饭 如实的 就是这样子 每天的生活 吃饭 睡觉 行住 坐卧 正常 OK还是正常 只是你的境界不一样 就像我们看的师父 大师啊 也是一样 给我们上课 给我们开示 给我们的 过去就这么自然 可是他内在的层次 他的那个 他的境界 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 但是他展现出来 就是一种自然 有没有 他有没有说 哦 今晚我已经收到 都不用吃饭啊 我收到都不用睡啊 拜托 你还是要好好的睡觉 好 所以呢 他就去除这四种禅病 当然呢 我们发心 除我像人像 种种令众生 能够入圆觉 这不只是自己 令一切众生 能发菩提心 然后第十一呢 你看我已经快讲完了 第十一 圆觉菩萨就问 那末法众生 如果还没有开悟 怎么样安住 这刚刚有关系啊 对吧 这前面都有关系啊 这这个跟我们又特有关系 因为怎么样安住 圆觉清静的境界 怎么样来 以静观 来以什么 三种静观 以何为首 就是我们刚才说 修止 修观 修禅挪 这三种 以什么为首 我们来看 他就是说 这个如果还没开悟 我们要怎么安住 他说我们要先安住 清静道场 所以你回去呢 第一件事 把你家 把它整理干干净净 然后呢 其实看一个人的环境 也可以看出他的心境 你把家里开始整理整理 哇 腾出很多空间 就如同你的心 腾出了很多的位置 来准备 自己用功了 然后呢 这样子 依序又六十天到一百天 你也不要去管 你去一直修下去就对了 你不要说 一百一十九天 你看这样算 第一百二十天 那还没清静 你如果挂着一个 想要得到清静 那真的就不太清静 你就很自然的 每天每天 自己去做功课 然后早晚功课 礼佛也好 操敬也好 然后你打个座 然后呢 让自己沉静下来 就像昨天说 那个杯子的水 摇摇摇 把它沉静下来 你慢慢会看到的杂质 会看到自己的烦恼所在 你把它写起来 我不理主书 我有关系 我自己很自私的 你把它写下来 我也感觉 我不理屏堂 把它写下来 就一条一条 把它写起来 然后呢 慢慢的 你就把它记录下来 我现在有更紧紧的 我有进步 然后供养顶礼 十方诸佛 然后求爱忏悔 忏悔 其实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忏悔 是来自于我知道 我实在有够 够 够阿弥陀佛的 要我说一句好话 都说不出来 要我认个错 我就不想认错 这时候呢 你就发现 自己脾气有多刚强 有没有 我记得 那个我们 有一个谈讲师 听到大师说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他就说 师父 你一直说 说好话 说好话 我觉得说真话 比较重要 师父说 你先好 你先说好话 人家才肯听你的真话 各位 这就是 星云大师的智慧呀 所以啊 你们这个拍手呢 回去 这个法门 你看哦 普贤十大院里面 有没有礼尽诸佛 然后有称赞如来 那个称赞如来的 赞叹法门 你去看师父那一本 那个普贤十大院那一本 高高 里面几十页都在讲 怎么赞叹 先生怎么赞叹太太 太怎么赞叹先生 上司怎么赞叹部署 部署怎么赞叹你的主管 然后呢 老师怎么探探学生 学生怎么 赞叹是一个修行 很重要结缘的 一个学习的开始 因为它可以减少 你很多的阻碍 但是你说 哎呦 好假 我干嘛 明明他胖得要死 他说你好瘦哦 那就是假的 那不是真心的赞叹 你赞叹是看到它的美 它的好 你看到 因为你的心开始转变 你开始看到它的优点 所以有些 有些太太就自己觉得说 我每天煮饭 不然我给我摇摇一下 你回去 回去好好赞叹你太太 哦 外面还要怎么 也没你煮的 这么好吃 哇 我告诉你 讲完之后 你明天绝对又是三蒸海味 因为它一定会煮更好吃 给你吃 同样的 太太也要赞叹先生 你很辛苦的 这个家庭 没你 实在 我们这个家庭 还好你这个正派 然后带着我们这一家 这个有家风 所以我们这家庭 这个很兴旺 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得好 你这样守本分 他如果说我没躺多少钱 不用 我们这样过去 就很好 我们知足常乐 我跟你讲 你如果这样 每一个家人 彼此的那种赞美 家 你天天在操见 什么累劫冤亲在主 不用了 就叫你嫁拼而已 就好好的 对他好 赞美他 好 你过去 黑米豆腐 说错一些 不太说的 不应该说的话 你赶快说 我今天听了 我感觉 跟你很忏悔 我过去 很无忌悔 跟你说 那个拍位 我真不好意思 我会改变我自己 我现在要改变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都是个美好的开始 你看 无常的世界有多好 每一天都是新生的开始 每一天醒过来 哇 又是新生的开始 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来生活我们自己 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每天都是无限的可能呢 所以我刚才说 再搭回来 来求爱忏悔 不好意思 然后呢 接着呢 欲善境界 你会开始觉得 你的环境开始改变 你的世界也开始改变 得心清安 过二十一天 一向色念 我觉得在求爱忏悔 这个忏悔 我觉得 你不要一直想要得到什么境界 我一直 以我们这样 这个学佛这样走过来 我真的希望 你们什么叫做善的境界 当你跟你家人 从过去相处不太好 到现在开始相处越来越好 就是善的境界 这样知道吗 当你过去 你看你家那个 怎么看都 那个回来 不要给我设置 你每天看不顺眼的那个人 现在又回来的时候 你越来越觉得 我怎么这么拼命 我过去这么没体会 其实它有很多优点 他虽然没得到 但是他真要唱歌 他虽然 他没人缘 但是他真不缘 虽然他怎么样 但是呢 怎么样怎么样 你永远会看到的好 所以这就是善境的开始 你的世界因为你的心 你的心清静 外程 昨天讲纯清静 外程 你的世界 客观的 客程的世界开始改变了 你客程的世界 看到了改变的 清静的时候 你的六根也开始 看到的又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多带一句好话 去改变家里的人 我觉得师父一直叫我们说好话 有他的道理 真的有他的道理 然后修止 修止的先取什么 先取致敬 确实我们需要 有的时候独处 安静 进禅堂还是有需要的 你可以自己参加个八观灾界 静下来 静下来 你的心像飞腾的 像猿猴一样 攀腾 没有办法止息下来 你一定要让自己先静下来 止息下来 修观 意念 观就是先从意念 十方诸佛 在诵经前 一切十方诸佛 为你加持 开始诵这部经 那或者是 就是我们在礼佛的时候 你要观嘛 起那个观嘛 那一切善尽 一切 哇 你把这尊苦做 看好前凑 拍照回来 每一次 常常就观像 观像 从观像开始 到观像 眼睛闭起来 那尊佛 就浮现上来 到观想念佛 就在观当中 慢慢地 刮出一片的净土 这个都是 也是让我们修行的 然后呢 修禅 先以蜀系开始 一步一步的 这都有可能 各位你们都去学学看 都要去学 我觉得 然后呢 第十二 就闲善守菩萨 他就问 那这部经的名字 叫什么呢 那该怎么奉持呢 众生修习 能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呢 应该怎么样护持呢 佛陀就说 来 这个经叫什么名字啊 大方广圆绝 修多罗了义经 你若回去 最后出来的人说 你是去听什么啦 来 再说一次 我大方广圆绝 修多罗了义经 大方广这三个 你又记得起来 大方广 我这两天去听 大方广 我记得起来 原觉 原觉 本来就具足的 原觉自信 原觉 大方广 原觉 然后呢 修多罗了义经 这样 这样就知道 然后呢 依此修行 见次增进 直到成佛 他所具备的功德 因为你今天呢 我们有在修这部经的 这个功德 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都不如文此经的名字 乃至一句祭 一句意 意涵 来的功德大 所以呢 那我们要护持 他说应该怎么护持呢 不令恶魔及外道 脑其身心 其实呢 这个我们来看 你看这个原文 有没有 这个 会中有 火手 金刚等 八万金刚 说我当护持 持 此 这个 你 就是要护持这些 愿意呢 修大胜者 如护眼目 晨戏 早晚呢 都守护着 令这个修行 这部经的人 不退转 家里没有任何的灾害 灾难 那大犯天王 大犯天王 这些呢 就 就 二十八天王呢 都出来说 我也要守护 这部经的人 常令安稳 心不退转 然后大力鬼王 跟十万鬼王 也说 我亦 朝夕四位 我要护卫着他们 令不退区 那佛说此经 我们把这句话 一起念完 佛说此经 一切菩萨 天龙 鬼神 八部 眷属 及诸天王 梵王等 一切大众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我们通常呢 各位 听完一部经 都会皆大欢喜 后面那四个字 就忘记了 叫信受奉行 所以我们今天 不只是得到一个法喜 更要信受奉行 最起码 你听完这两天的课 你会去试着 分段都没关系 把这一部经 想办法 一天念一点 念一点 把它念完 我觉得 总是你跟这部经 有这个因缘 那我还是要那八个字 送给各位 这一部经的核心 知患即离 罹患即绝 希望我们在一个 幻化的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的相聚 也是一场 人生美好的一个相遇 而这场的相遇 让我们在这堂课 昨天那堂课 知道了 进步一点点 让我们不会生活在 烦恼的世界里头 一旦碌碌到烦恼 知道 那是幻化的 那就是成为过去 然后呢 在生命的长河里 我必须要肯定自己 本自聚集的 圆绝自信 本不增减 而且呢 一直说 我是佛 我具足那个佛性 我不要小看自己 我可以成佛的 我只要每天 进步一点 进步一点 一轮明月 自然就现出 在我们的眼前 再次的祝福大家 希望我们大家 在佛道上 都能够 永不退转 共成佛道 谢谢